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简生通过我的好友申请是在早上八点整,他开始工作的时间。 他这个人时间观念很强,和我为数不多的几次约会也都是卡着点出现的。 曾经,我也为他的自律守时着迷过,厚重的窗帘遮挡住了窗外的阳光。 手机屏幕亮时,一叶眉合的眼睛被强光一次流下几滴生理性泪水,黏糊糊得很不舒服。 是简生发来的消息,只有短短几个字,长记性了吗? 要是搁在以前,我定是要刨根问底地问个明白。 但是现在,我只想睡觉,滑动他的对话框点了删除。 这是这十年来,我第一次不想回他。 删完后,又给简色色发了条信息,晚上来找我,我们去八百五十七。 昨晚没睡,先睡会,别来吵我。 顺便帮我跟你哥请个假,算了,直接帮我辞职吧。 简色色是简生同父同母的亲妹,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 他看不上他哥,也理解不了为什么离经叛道的我在他哥面前会乖得像只没有爪子的猫。 其实并不难理解。 十年前那个少年破门而入,将我从那个昏暗的房间拉到了阳光下,我便将他奉位了神明。 仔细想想,他并没错,只是不爱我罢了。 而我,现在也不爱他了。 发完信息,将手机关机,我用被子蒙住头睡了个昏天黑地。 这一睡便睡到了下午,还是被门铃声给吵醒的。 我以为是简色色。 迷迷糊糊地他拉着拖鞋去开门,结果打开门的那一刹那,目光和西装笛挺的简声对了个正着。 他站在光源下,浓眉微醋,身子挺拔。 恍惚间和十年前的那个赏舞重叠交错,甚至连那句不耐的像什么样子都一模一样。 我低头看了眼,身上皱得像抹布似的宽松睡衣,又揉了揉团成一团的头发,好像是不怎么体面。 可是,那又怎样呢? 爱都不爱了,怎么可能还会去在意形象? 我抱着避邪靠在门框上,懒塌塌地问他,你怎么来了? 说完还很没形象地打了个哈欠。 简声有洁体,可能见不得我此刻拉里拉他的样子, 黑着脸把头转向左侧,不再看我。 为什么不去上班? 手机还关机? 他微哑着嗓子问我,带着几分怒意。 我挑眉,回答得理直气壮。 不想干了。 当初吵着要这份工作的是你,现在说不想干的还是你。 十微,你太任性了。 任性? 是啊,我一向任性,之前只不过在他面前收起了所有尖锐的词。 我勾纯,蛮不在乎地说道,简总是第一天认识我吗? 我本来就是个扶不上墙的顽固不是吗? 和简声闹了个不欢而散。 回房间后,我也没了睡意,盯着天花板,发了半天的呆。 脑海里全是我和他曾经的过往。 十五岁时,我跟在他身后,他冷冷地瞪我,不耐烦地问我能不能不要再跟着他。 十六岁时,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学会了做蛋糕,精心包装后递到他的面前。 他只看了一眼,转头便扔进了垃圾桶,他说他不喜欢吃甜食。 十七岁时,同学笑话我说我好像简生的一条狗啊,恰好我和他一起经过,我气得想上去理论,却被他拦住了。 他说没必要。 十八岁时,十八岁之后,他很少会理我。 不管我跟他表白多少次,他始终是那种态度,不接受不拒绝。 怎么说呢,像是在钓鱼。 门铃声再次响起,这次来的是简色色。 他一袭大红长裙,浓装艳抹,像个野艳的妖精。 一进门,他便踢掉脚上的高跟鞋,探着身子上前摸我额头,喃喃道,这也没发烧啊。 我推开他的手,转身走进更衣室,选了件黑色的漏背连身短裙, 换好后,坐到梳妆台前开始化妆。 简色色跟在我身后,叽叽喳喳的。 你跟我哥怎么回事? 我今天去公司帮我爸取文件时碰到他了,脸臭得跟吃了食似的。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不应该啊,你不是向来拿他的话当圣旨吗? 没啥,就是我不喜欢他了。 我打断他,翻出卷发棒地过去,帮我搞个风情万种的大波浪。 之前的几年,我一直按照简生的喜好装扮。 清纯可人的黑长直,掀起飘飘的淑女裙。 简色色不止一次地取笑我,整得像个不安适适的梁家少女似的, 也不嫌炫酒干嫁的时候那身行头不方便。 说实话,还真挺不方便的。 明明是个混子飞逼着自己装淑女。 我这边话音刚落,那边的简色色意激动,手里的卷发棒甩了出去。 卧槽,你咋想开的? 我之前都怀疑是不是我哥给你下鼓了。 我没再理会他,继续掰着眼皮画眼线。 画到眼尾特意网上挑了个魅惑的胡。 画完后对着镜子调整了几笔,直到满意了才回头笑着回他。 舔不动了。 简生没有对我下鼓,他只会冷暴力我。 哦,除了冷暴力,还有破? 不管我做什么都会得到他的否定。 他说我只需要听话就行了。 他用行动告诉我胡适威你得乖,你只有乖了才配得到回应。 曾经我渴望得到他的爱,所以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可是现在,老娘不配合了。 之前,和老胡吵完架,我喜欢拉着简色色到酒吧发泄。 在劲爆的舞曲下,尽情地摇摆扭动。 在那里,大哭或者大笑都不会招来异样的眼光。 我和简色色很有默契地彼此打着掩护,倒也成功地瞒过了简生。 直到有一次用酒瓶给一个想对小姑娘用墙的地痞流氓开了调。 事倒是不大,毕竟老胡不差钱。 坏就坏在不知道被谁捅到了简生面前。 他整整一个月没理我。 那之后,我再也没去过酒吧。 看吧,曾经的我就是如此卑微。 和简色色驱车去了之前常去的那家。 再踏入这片喧嚣,竟有种恍若隔世的错觉。 山高皇帝远的春城,豪门不算多,但也不能说少。 胡家和简家不能说数一数二,也绝对是榜上有名。 两家在同一年恰好各生了一个空有美貌,不学无数的千金小姐,就是我和简色色。 我们挑了个事业较好的卡座。 刚一落座,有个穿着制服的男生走上前,毕恭毕敬地递上了点单平板。 简色色瞄了一眼,挑眉笑道,哟,现在酒吧服务生质量都那么高了呀。 我文言抬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极为精致的脸。 只是太过稚嫩,脸上还有没展开的小奶雕。 我也跟着笑,雇佣同工可是违法的。 男生听我这么说脸上带上几分羞难,耳垂都染上了淡淡的粉。 我,我成年了。 真是个不惊斗的,倒还蛮可爱。 可能出门没看黄历。 二十分钟后,从不踏足声色场所的简声出现在了酒吧。 旁边酒吧老板做陪,身后还带着两个一身黑的保镖。 在十分钟后,酒吧清场。 简色色在他哥的目光下,缩着肩膀往我身后躲了躲,成功地把那道含着怒意的视线引到了我身上。 一张俊脸在明灭的灯光下阴沉得厉害。 今天之前,见到沉着脸的简声,我定会伏低作小,趋易成欢。 而现在,即便是想到之前做过的那些做见自己迎合他的事,我都感觉自己像个傻逼。 伏开粘在脸上的弯曲长发,我拉着简色色想离开,越过简声时被他拽住了胳膊。 胡适威,他念得极沉极慢,显然是压着极大的怒火。 我深呼口气,脸上挂上得体的微笑,转身望向他。 磕磕气气地问道,简总,有什么事吗? 简声可能还不太习惯我对他态度地突然转变,两道渐眉醋得紧紧地,在中间拱成一个极深的穿渍。 你怎么回事? 他反问。 我仰天翻了个白眼,懒得继续跟他绕,晃动胳膊从他的前置中脱离,拉着简色色头也不回地出了酒吧。 从酒吧出来,也败了玩乐的兴致,叫了个代价把我和简色色分别送了回去。 各回个家,他找他妈,我继续睡觉。 别问我为什么不是各回个家,各找个妈,问就是我没妈。 我妈在十年前的雨夜跳楼死了,当着我的面毫不留恋地纵身一跃。 我本来也想随他去的,结果奔到窗前时被老胡拽住了。 恰好有个巨大的闪电划破天际,我趴在我妈跳下去的窗口,能清晰地看到地上蜿蜒的血水。 从那之后,我很惧怕雷雨天。 本来以为能一觉睡到自然醒,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被一遍又一遍的电话铃声给吵醒了。 我摸过扔在一旁的手机看了一眼,是简生的助理。 犹豫再三,我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毕竟没有必要为了简生跟所有人都闹得老死不相往来。 简生的助理姓谷,三十多岁,是个极其干练,右手规矩的,就连打个电话也都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胡秘书,你已经迟到十五分钟了。 一板一眼的说辞。 我这个秘书的职位,是当初缠了简生好久才得来的。 说是秘书,其实就一花瓶。 平时我的工作,除了帮简生泡咖啡,就是加班的时候,帮他点外卖。 连跟着应酬,递个文件啥的这种跟正规秘书稍微挂点勾的事我都没干过。 所以要离职,连交接都不需要。 当了简生两年的秘书,我从没被他承认过。 他出席宴会,身边的女伴换了又换,那里面唯独没有我。 不好意思顾歌,我客客气气地回他,我跟简总讲过的,我不干了。 话音刚落,电话那端传出啪的一声脆响,是杯子落地碎裂的声音。 我想,应该是之前我从迪士尼带回来,放在简生办公桌上他却从来没用过的那个情侣杯吧。 摔了就摔了吧,已经无所谓了。 睡过一觉,头发的卷有些散开,对着镜子梳了半天,我决定去理发店烫一下,顺便再染个色。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拎上包包就出了门。 春城是个很美的城市,四季如春,鲜花遍地。 哪怕在烈日炎炎的七月,浮面的风也带着丝丝凉意。 在路边挑了家看上去比较顺眼的理发店。 刚推开门,坐在把台旁高凳上穿着米白色油布围裙的男生起身迎了过来,微微弯腰,客气地说了声,欢迎光临。 待他站直,视线停留在我脸上后,那张婴儿肥的俊脸有瞬间哑然。 好巧,又见面了。 我冲他白手笑道。 他微微汗手,面上又附上一层薄薄的红,如春日盛开的桃花,好看得紧。 看来不是不惊斗,是太容易害羞。 他应该是只负责接待的。 我告诉他我是来烫发的之后,他便离开,换了另外一个年龄看上去要大上几岁的男生过来。 对照着染色板,选了个银灰色,一整套下来足足折腾了三个多小时。 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做完头发,我本想和那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奶彪倒个别的,毕竟连续两天能在不同的地方偶遇,也算得上一种缘分。 还试了一周,没发现他便做了罢。 也不过是一瓶水相逢的过客吧。 我原是这么想的,直到几天后再次遇见他。 春城夏季多雨,且雨水往往来得毫无征兆。 所以我很少在晚上独自出门。 要不是剪色色鬼哭狼嚎地打电话,我也不至于此刻躲在天桥下面吓得瑟瑟发抖。 我蜷缩着身子,紧紧攥着已经没电关机了的手机,一遍又一遍地默念,没事的,没事的。 可在下一道雷声响起,还是会没出息地抱头紧闭双眼。 脑海里除了红彤彤的血水,还有一遍又一遍地夹着简生的卑微的我。 他明知道的,明知道我最怕的就是雷雨天。 却还是在那么一个夜晚,扔下我一个人独自度过了漫长的黑夜。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在极度恐慌害怕时都渴望有一根稻草。 我现在特别希望有个人能够出现陪在我身边,哪怕是简生我也会感恩戴德的。 我知道现在的我很没出息,但是没办法,我真的怕。 可能上天听到了我的祈祷,真派了一个人来陪我,只不过那个人不是简生。 他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穿过雨帘,一步一步地走到我的身边,浑身湿漉漉的,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该怎么形容呢?像条丧家之犬。 我缓缓地放下抱着头的手,轻声问他,你也没有家了吗? 他愣住,过了好久,才从喉间吐出一个恩字。 我拍拍身边的位置,示意他做。 他倒也乖巧,虽是八月剩下,他身上的诗意还是激得我打了个哆嗦。 他应该也察觉到了,抿着唇默默地挪开了一段距离。 身边有个能跟我说话的大活人,倒没刚才那么怕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歪着头问他。 他依旧拘紧,头锤得很低,吐字倒是清楚,当归。 他叫当归,我叫胡诗威。 诗威诗威,胡不归。 看,名字都这么有缘。 你的爸爸妈妈也不要你了吗? 我继续问道。 他头锤得更低了,声音也带上了几分沙哑。 我不知道,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可能是气氛渲染,也可能是我太想有个家。 鬼使神差的,我对着他说了句,我给你个家吧。 我给你个家,你也给我个家。 我们在天桥底下坐了很久,也聊了很久。 他告诉我他叫薛当归,因为院长是在白雪矮矮的雪地中发现的他,便给他取了个谐音,作为了他的姓氏。 他还告诉我,他十八岁生日过完,便搬出孤儿院独立生活了。 今晚是因为房东突然涨房租,他觉得不合理,跟对方理论,结果被赶了出来。 我问他,你打了那么多份工,不至于出不起那点房租啊? 我收到首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 他回答我使眼睛亮亮的,盈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我打暑期工就是为了赚学费。 多少钱,我帮你出了? 我说道,我不缺钱,但我缺爱,还挺缺。 我要是不缺爱,也不至于舔了减生那么久。 他摇摇头,说,不用的,学费不贵。 我已经攒够了。 他咬了咬下唇,犹豫了几分钟,才问道,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吗? 不会抛弃对方的那种家人是吗? 黑毛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期待。 我点头,是。 不会抛弃。 十四岁,常年不归家的老胡养在外面的女人被搬到了台面上。 我妈一时想不开,当着我们的面跳了楼。 从那之后,我便没了家。 曾经,我以为那个带我走到阳光下的减生会是我的归属。 所以这么多年,我对她百依百顺,唯命是从。 哪怕很多人说我死皮赖脸的倒贴我也无所谓。 因为,因为,我真的很想有个家,结果,二十四岁,减生也扔下了我。 万幸,我减到一个十八岁的孩子。 我终于有家了,等到雨停,我们一起回了公寓。 剪瑟瑟在门口不知道等了多久,一见到我就扑了过来,抱着我哇哇大哭。 对不起,对不起,薇薇,我不知道会下这么大雨,我不是故意的。 我,我找不到你。 我轻拍她的后背帮她顺气,柔声哄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别哭了。 她抽了抽鼻子继续哭,你一个人在外面肯定吓坏了吧?都怪我。 确实,开始是吓坏了,好在后来遇到了当归。 想到当归,我忙把剪瑟瑟推开,指着身后那个腼腆的大男孩帮他们互相介绍。 这个是当归,我弟弟。 剪瑟瑟,我最好的姐妹儿。 剪瑟瑟胡乱地擦了擦眼泪,错愕道,你什么时候有弟弟了? 我怎么不知道? 这不是那天在酒吧为我们点单那个服务生吗? 我点头,嗯,以后我们姐俩就相依为命了。 剪瑟瑟秀美的五官,凝成一团。 伴上,她拉了拉我的衣角,淒淒爱爱地问, 威威,你真不要我哥了呀? 不是不要,而是要不起了。 上次从酒吧离开之后,我便再没见过剪生。 倒是剪瑟瑟主动跟我提起过, 说她哥出差去了外地,没有十天半个月地回不来。 所以,我半夜起床找水喝,路过客厅的落地窗, 看到楼下正靠着路灯吸烟的高大身影时, 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或者,也有可能是梦游。 睡醒后,我摸过手机给检色色发信息, 你哥回来了吗? 等了十几分钟,她发了两个语音条过来。 没呢,还在摩都? 威威,我昨天都没告诉你我哥有多恶劣。 我那会儿找不到你很着急, 就给她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件事。 结果她只回了我一个, 按就把我电话掐了。 真是的,什么人啊? 看来昨晚确实是我看错了。 也是,工作狂减生, 怎么可能为了我丢下工作赶回来呢? 更别说在我家楼下守着了。 我吃笑一声, 为自己做了个异想天开的梦, 感到羞愧。 洗漱完走到客厅, 一眼就看到了摆在桌上的早餐。 简简单单的小米粥配了两个清淡的小菜。 餐桌的正中央, 摆放着插好的百合花, 上面还有凝结的露珠。 冷冰冰的公寓第一次有了烟火气。 抽出压在菜盘下面的纸条, 上面的字迹工整干净。 姐姐,我去打工了, 要是桌上的粥凉了就别喝了, 锅里还有温的你自己盛一下。 碗放在碗槽里就好, 我晚上回来刷。 还真是贴心又懂事。 小菜很可口, 小米粥也煮得软软糯糯的。 我喝完又去锅了盛了一碗。 喝完后, 很自觉地把碗筷放进了洗碗槽, 放了些水浸泡着。 当然, 我没刷, 不是因为懒, 是因为我不会。 一个合格的顽固, 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挥金如土。 一个优秀的姐姐, 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宠爱弟弟。 泡好碗后, 我决定出去拜个家, 给当归多置办几身像样的行头。 老胡虽然是个不称职的爹, 但钱这一方面倒真没亏着我。 毕竟家大业大的, 要是亲闺女过得像个难民, 她应该也会觉得丢人吧。 当舔狗的那几年, 我没少给减生买衣服, 所以选起男装, 嫁轻就熟。 去了几个之前常去的顶奢店, 把看上去适合当归的都让人包了起来。 两个多小时后, 我刚把大包小包的战利品 塞进缆胜后备箱, 手机就收到一条转账信息。 简身往我卡里转了五十万。 我翻出她的号码, 给她发了一排的问号。 很快便收到了她的回复, 思南说看到你给我买衣服了。 可能是购买得太过投入, 我竟没注意到谢思南也在。 把钱给她转回去。 嗯,买了, 但不是买给你的。 简身没再回我, 我也并不在意。 想到当归还没手机, 又折返去了华为的专卖店, 给她买了一块最新款的手机。 理发店中午不休息, 买给当归的东西直到晚上才有机会给她。 我催着她去换衣服, 她又一次红了脸, 手搅着上衣下摆, 看上去有些局促。 姐姐, 你别给我买东西了, 我够用的。 我谈了一下她光洁的脑门, 笑道, 我这叫投资, 要还的。 你以后可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养我。 她弯了眉眼, 褐色的眸子里仿佛有星星在闪烁。 她说, 好, 干脆而又坚定。 其实, 我并没有想让她还, 那么说, 只是想让她收的, 不要有心理负担。 可能太过渴望温暖的人都是这样, 别人对她一分好她就想要回报时分。 只是, 彼时的我却忘了, 在孤儿院长大的当归远比我更渴望温暖, 渴望有一个家。 五天后, 简生回来了。 简色色问我要不要去接机, 我想都没想回绝了她。 没空, 今天要陪我弟。 当归难得休一次假, 我答应她要陪她去游乐园。 我们一起去坐过山车, 坐大摆锤。 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那般开怀, 我心情也跟着舒畅。 在董事在成熟, 终究不过也将将成年的孩子。 在摩天轮的最高点, 她远眺着远处的山川河脉, 道, 姐姐, 我以后一定会赚很多钱, 给你一个人人艳羡的家。 一番话说的, 颇有看, 这是郑为你打下的江山的气势。 一直玩到夕阳夕落, 我们一起踏着晚霞回家。 回家的路上, 还拐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了菜。 当归提着菜在前面走, 我跟在身后踩她的影子。 你干什么呢? 她回头问我, 肉嘟嘟的俊脸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我攒着背包的袋子冲她笑, 踩影子啊, 这样你就跑不了了。 她双颊染上艳丽的飞红, 在橙红色的霞光映照下更显移你。 轻舔了下下唇, 她看向我的目光有几分灼热, 我不会跑的。 她说, 公寓楼下, 简生正已在车门上等我, 脸上带着疲倦, 风尘仆仆。 看到跟我并肩而行的当归, 两道难得舒展开的浓眉又蹙到了一起。 她站直身子, 用下巴对着当归点了下, 问道不介绍一下吗? 介绍就介绍, 我亲密地拉过当归, 我弟弟薛当归, 简色色的哥哥, 可能对我给她的介绍不是很满意, 简生深邃俊朗的脸上蒙上一层蕴色, 你什么时候有弟弟了? 我怎么不知道? 真不愧是亲兄妹, 连提出的疑问都一字不差。 我不想搭理她, 扯着当归的胳膊想回家, 刚走没两步, 硬生生地被简生给拽住了。 有事找你。 我站住, 扭头看她, 示意她说。 她清了清嗓子, 语气缓和了些, 我, 我是来拿你前几天给我买的衣服的。 手心里, 当归的腕部肌肉线条绷紧, 我安抚式地捏了捏她。 仰头看向简生, 我跟你说过了, 不是买给你的。 简生显然不信, 极力地克制着她的不耐, 示威, 别闹了。 为什么会觉得我是在闹呢? 示威, 别闹了, 示威听话, 这些话我真的听腻了。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顿说得极其认真, 我不喜欢你了。 简生待了很久才离开, 从楼上看下去高大的身影, 萧瑟落寞。 当归站在落地窗前看了很久, 精致的眉眼, 引在逐渐沉暗的夜色中。 半晌, 她才缓缓转头问我, 是姐姐的男朋友吗? 我思考了几分钟才明白, 她说的是谁。 不是, 只是我舔了十年的男人罢了。 后面的话我没说出口, 舔了十年, 连个身份都没舔上, 说实话, 挺丢人的。 当晚, 我收到了来自许久不联系的 亲爹老胡的问候。 她倒是半点都不拢, 侠纯屯是一木卷鞍笋吹母奶棚五北环莫翘一条鸡吹木路西乔平挂十岁, 你他妈自己家里的亲弟弟不认, 从外面捡个野种回来。 我咬着后槽牙对了回去, 我妈就生了我一个我哪来的亲弟弟。 还有, 当归不是野种, 他是我的家人。 在老胡的叫骂声中, 我挂断了电话。 我妈死后的第二年, 小三挺着运渡风光进门。 我闲看着隔应, 索性直接搬了出去。 反正老胡名下房子多得是, 就是我妈死得很不值, 平白给别人疼了位置, 多傻呀。 不用工作在家当个废物的日子过得太无聊, 我便央着当归带我上班, 结果被他毫不考虑地拒绝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俊俏地小脸板着, 严肃到姐姐长得太漂亮了, 会被别人惦记的。 这彩虹屁吹的, 真是让我芳心大悦。 当天晚上, 我接到了谢思南的电话, 史威, 阿生喝多了, 你能来接他一下吗? 我刚要拒绝, 就听他继续说, 我们现在在蓝海听风格。 蓝海正是当归打工的酒吧名字。 又眼皮跳了一下, 有种不是很好的预感, 简单收拾了一下, 我驾车赶了过去。 把钥匙扔给驳车小弟, 一进门刚好有个服务生举着托盘经过。 我忙拉住他问道, 当归呢? 服务生毕恭毕敬地, 好像听风格的客人点了他。 蓝海顶级VIP包厢有四个, 分别以风花雪月命名。 听风格就是其中之一, 果然, 跟我预料的一样。 包厢里, 简声靠在沙发上, 目光放空。 当归站在旁边, 手里拿着一瓶开了风的路易十三, 看到我进来, 眸子一按, 叫了声姐姐。 我夺过他手里的酒放到桌上, 拉起他的手, 就想往外走。 刚迈出去两步, 身后酒瓶落地, 紧跟着传来一道冰冷音质的声音, 是因为他吗? 我将在原地。 上次他用这种语气说话, 还是在我十八岁时和简色色出去玩, 回家途中被两个小混混拦住调戏。 我掩护简色色逃了出去。 十几分钟后, 那两个小混混正撕扯我衣服, 简色色带着简声赶了回来。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暴怒的简声。 他拎着一根金属棒球棍, 双眼星红, 疯了似的砸向那两人。 最后, 要不是我和简色色拦着, 他估计能把人打死。 后来虽然命保住了, 其中一个却硬生生地 被打断了一条腿。 好在我们两家都家底殷实, 赔了些钱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过去了这么多年, 我怎么就忘了 他本就不是什么 温和好相遇的性子呢? 我将当归护在身后, 转身和简声对视, 不是, 我们的事与任何人无关。 他身上穿的, 是古池夏季最新款吧, 简声站起身, 一步一步逼近, 是威, 怎么就不能乖点呢? 他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 带着酒气, 身后的当归轻轻一扯, 把我们的位置掉了个个。 他脸上的肌肉紧绷着, 一双好看的桃花眼和简声对视, 像个想扑上去撕咬的小狼仔子。 简声的脾气, 用简色色的话来说就是独断专行。 对付他得顺着毛窝, 这也是我这十年摸索出来的经验。 我示意谢斯南带当归出去。 谢斯南向来是个赶眼色的, 应该也是担心两人起了冲突, 上前拉着当归的胳膊往外拽。 走了弟弟, 我们就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让你姐和你未来姐夫好好谈谈。 当归也倔, 任他怎么拉扯就是不肯动。 说出来的话也带上了火气, 他不是我姐夫。 我拍拍他绷直的后背, 声音放柔, 你先跟斯南出去, 我没事的。 当归从不会忤逆我, 虽不放心, 还是一步三回头地跟着谢斯南往外走。 临到门口, 他回头对我说道, 姐姐, 我就在门外守着, 你要有事就大喊。 真真切切地担忧, 轰得我心头暖暖的。 待包厢那扇门关上, 简身单手擒着我的下巴, 让我跟他对视。 世威, 别看别人, 我会受不了的。 低雅的嗓音带着异于眼表的委屈。 说完, 他便将头埋进了我的颈尖。 呼吸有些重, 温热带着失忆, 痒痒麻麻的。 我轻轻推他, 你喝醉了, 我送你回家。 推了几下, 推不动, 反而被他揽进了怀里。 我没醉, 他喃喃道, 我喜欢你的, 世威, 我是喜欢你的。 要是患在半个月多前, 他没有在那个雨夜扇我, 我现在定是喜不胜收的。 只可惜, 时光无法逆转。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迟来的深情抵草剑。 我静静地任由他抱着, 胸口酸酸胀胀的。 与爱情无关, 只是委屈, 铺天盖地的委屈。 替曾经那个卑微地追逐了他十年, 却始终得不到正面回应的自己委屈。 也替被那个孤单地抛弃在雷雨夜, 独自面对恐惧的自己委屈。 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控制不住。 没一会便阴透了简生的衬衣。 感受到胸口的失忆, 简生松开我, 往后退了一步, 双手捧着我的脸, 怎么哭了? 我咬着下唇哽咽, 简生, 好了的伤疤我都忘不了疼, 更何况是还没结痂的。 你说你喜欢我, 要是真的喜欢, 怎么舍得删我, 怎么舍得让我低到尘埃里? 整整一夜啊, 你应该很清楚, 我有多害怕的。 简生低头吻掉我的泪水。 在第二个吻要落下时, 我用力地推开了它, 落荒而逃。 曾经我有多期待它的吻, 现在就有多反感。 我从来都不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的, 从来不是。 当归果然守在门口, 俊脸上毫不掩饰地担忧。 见我哭着出来, 忙慌乱地帮我擦着眼泪, 急声问我, 怎么了, 它是不是欺负你了? 我去找它, 说完便想往包厢走。 我拉住它, 抽掖着摇了摇头, 当归, 我想回家。 且不说它能不能打得过简生, 但简生这几年在商场的铁腕狠辣, 连老胡都得让几分。 我又怎能让它为了我去鸡蛋碰石头。 当归垂眸看着我, 灯光下的眸子流光一彩, 遮不住那满目的心疼。 它声音嘶哑, 好像在那一瞬间长大了很多。 好, 我们回家。 找领班帮它请了假, 碍于我的身份, 领班倒也没为难。 回家路上, 当归一直侧头看着路边的街景, 暖黄色的路灯将它眼尾那抹蕴开的红映照得格外清晰。 我拍了拍它垂在身侧紧握的拳头, 这鼻子哄它, 我没事的。 它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只是说出来的话带上了哭腔, 我以后一定可以保护你的, 姐姐你等我。 还真是个孩子啊, 丝毫学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 我点头硬好, 我等你。 眼底刚止住的失忆又开始翻涌。 原来, 被人在意的感觉是这样的呀。 简生开始疯了似的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不胜其烦地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我追在他身后的时候, 他把我当空气, 很少会主动找我。 等到我放弃了, 又开始不停地骚扰我。 十年的时间没能让他发现他对我的心意, 结果刚失去就幡然醒悟了。 这未免也太扯了吧。 所以, 我理所当然地把他的行为定义成了耍酒疯。 果然, 第二天睡醒后, 一切都恢复回了往日的风平浪静。 在家躺了两天时, 当归辞职了。 他拎着菜推开门走进来时, 我正穿着睡衣踩在体重秤上, 双手还捏着腰上的软肉,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睡醒了, 把菜放到桌上, 他嘴角擒着隐隐的笑意, 那眼神看上去像是宠溺。 我揉了揉眼, 肯定是自己刚睡醒还迷糊着。 走到我旁边, 低头看了下体重秤上面的数字, 轻声念了出来, 五十二点八。 我也顾不上揉眼睛了, 翘着脚扑上去捂他的眼睛, 你不准看。 结果脚下没站稳, 整个人扑进了他的怀里。 他身上有佛手杆的清甜, 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出于本能, 我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腰, 他也下意识地将我揽住。 脸贴在他胸口的位置, 他的心跳快速而又剧烈, 扑通扑通地撞击着我的耳膜, 连我的心跳也跟着带乱了。 感觉到脸火辣辣的, 我忙挣扎着想站稳。 当归的双臂紧了紧, 嗓音微哑, 姐姐别动。 我像是被人按下了开关的玩偶, 立马停止了挣扎, 缩在他怀里任由他抱着。 觉得气氛又太过暧昧, 便开口问道, 你怎么这个点就回来了? 现在不过才中午十一点左右, 按道理他应该在理发店上班。 几分钟后, 他缓缓地放开我, 我辞职了。 姐姐, 我们去旅游吧。 旅游好啊, 旅游就可以不用再吃他做的饭了。 能想象吗,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竟然胖了十几斤, 整整十几斤, 那得是多大一坨肉啊。 没办法, 小宅子做饭真的太好吃了。 春城是座国内知名的旅游城市, 每天都会接纳数以万计的游客。 姐家就是做旅游业发的家, 后来拓展到了酒店餐饮, 建筑建设等行业。 不过旅游嘛, 就是从自己住腻了的城市 到别人住腻了的城市。 春城没有海, 春城所在的滇省也没有海。 当归说, 他想去看看真正的碧海蓝天。 于是我们把目的地定在了 名气不输春城的另一海滨旅游城市, 路程。 说走就走, 当天下午, 我们开始做攻略收拾行李。 准备订机票时, 当归拦住了我, 姐姐, 我来。 脸红通通的, 却异常坚定。 男人的尊严和面子嘛, 我懂。 把身份证递给他, 看着他坐在一旁操作, 小肉脸刻意崩成很严肃的样子, 嘴角的笑意却是压都压不住。 哎, 幼稚鬼, 为了旅游, 我第二天特意起了个大枣, 换了身波西米亚风的碎花长裙, 用铜色系发带松松散散地将头发竖了起来。 当归也是一身休闲装, 倒是和我的穿搭很相配。 我捏住他的小奶镖清扯, 我弟还真帅呢。 他又一次红了脸, 低下头微笑着道, 姐姐也很漂亮。 鸭语般的睫毛垂下, 盖住了眼里的光。 这动不动就脸红的毛病, 聊得我心里痒痒的。 哎, 这么容易害羞, 真的好想欺负他呀。 收拾妥当, 拎着行李出门, 却在门口遇到了简生。 他沉着脸, 眼下还挂着两个明显的黑眼圈, 整个人看上去很是暴躁。 要去哪? 他问道, 可能是吸烟吸多了, 嗓子沙哑地能听到颗粒摩擦。 我正没看他, 旅游。 简生直勾勾地看着我, 忽然勾唇笑了, 只是那笑意并未达眼底。 史威, 我警告过你的。 听话点不好吗? 听话? 我倒是也听话过十年, 又换回来了什么呢? 被无数人在背后戳着几两鼓说倒贴, 在最怕的雷雨夜被扔下。 当归插进我和简生中间, 台币揽住我的肩膀, 带我离开。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 我回首看去。 简生仍站在原地, 看向当归的双眸, 满是很绝。 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 姐姐, 你冷吗当归低下头, 柔声问我。 我摇头, 不是冷, 而是怕。 十几分钟后, 去往机场的路上, 我收到了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 别逼我对付它。 可能是脸色不好看, 一旁的简生探过身, 抽出一张纸巾, 帮我擦掉额头的薄汗, 怎么了? 手忙脚乱地熄灭手机屏幕, 我努力扯起嘴角, 没事, 可能是昨晚没睡好。 路程的夏天很热, 热到蒸发了当归出见碧海蓝天的兴奋。 在路程待了两天, 实在受不了高温的我们转战去了西海。 可能鞭长莫急, 简生一直没什么行动, 倒是简瑟瑟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她跟我说, 那个孩子来历不明的, 你就这么领回家。 薇薇, 你别被骗了。 骗? 我有什么值得她骗的? 钱吗? 要是真是为了钱, 那我随她骗好了。 只要她能给我一个家, 哪怕她的关心和在意都是装出来的。 我无所谓的, 只要能有一个家。 西海和路程的天气是两个极端, 一个库下, 一个严寒。 裹着新买的棉衣, 我们跑去租了个车。 来西海旅游, 自驾是灵魂。 我问当归, 你会开车吗? 她摇摇头, 有些休难。 没事, 我教你。 当归脑子灵活, 学东西很快。 我们从西平郡出发, 沿着环线一路行驶。 到达布殉闹尔时, 下了一场大雪。 把车停在路旁, 当归拉着我跑下去堆雪人。 堆到一半, 她的头顶便被雪花附上了一层白。 我想帮她拂去, 被她歪头躲过了。 一张俊脸, 缩在围巾里, 看不清神情, 倒是裸露在外的那双桃花眼亮晶晶的。 隔着围巾, 她的声音听上去也嗡声嗡气的。 姐姐, 网上说一起淋过雪, 便能共摆手。 看着她眼里的光, 心向被针扎了一下, 瑟瑟缩缩地疼。 我也希望, 等到我们垂垂老矣, 她能脱家带口地来看我, 再笑着唤我一生姐姐。 可是没可能了。 走走停停, 一个星期就能走完的大环线, 我们生生走了十多天。 回到春城, 已是八月底。 我联系了简瑟瑟, 让她帮我约了简生。 简生这次没有卡着点出现, 我到咖啡厅时, 她已经早早地等在了那里。 她一身手工定制的银灰色西装, 金贵清冷。 可能是看当归看得久了, 现在在面对这张曾经让我痴迷的脸, 竟觉得挺一般。 喝点什么? 她问, 不用了, 我不欲与她过多寒暄,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弟马上开学了。 过两天, 她会离开春城去京都, 以后我不会再和她联系了。 简生作了一口咖啡, 神色莫名。 她又问, 然后呢? 我攥紧了膝盖处裙子的布料, 低垂着头不让她看到我已经红了的眼眶, 别动她, 她还只是个孩子。 史薇, 她换我名字, 带着几分浅犬, 我以为你知道, 我不喜欢你身边出现任何除了我以外的异性。 上次删你, 我以为你会长记性。 我猛地抬头, 咬着牙怒视着她, 我没想到, 她竟然会主动提删我的事。 简生, 你怎么有脸提? 简生毛子闪了闪, 要不是你, 她应该是想指责我来着, 话说到一半看到我眼里夹着的泪花后, 眼齐息鼓, 声声地变了语气,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我捅了你一刀, 再跟你道歉你就不疼了吗? 我站起身, 片刻都不想跟她继续独处下去。 临走前, 还是不放心, 又警告了她一遍, 别动我地。 等她去了京都, 我会和她断干净的。 和当归相识不过越鱼, 我没想过我竟然会这般依赖她。 这一个多月, 她每天都会在桌上的花瓶里插上一束带着露珠的花束, 会做好饭放在锅里给我温着再出门去打工, 会在打雷的雨夜靠在我的门板上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着她在。 把车开到人烟稀少的路上, 我坐在车里嚎啕大哭。 我以为, 我以为我能有个家, 可是, 为什么就是不行呢? 我不想放弃当归, 可我又该拿什么去和简生对抗。 简生前几年就已经接管了简世, 而当归是个孤儿, 无权无视的。 作为简世当家人的简生, 只要花点钱就能悄无声息地弄死她。 我也不过是个米虫, 我很清楚老胡不可能为了我和简生硬碰硬。 我不敢, 真的不敢。 哭到嗓子嘶哑, 口腔里有淡淡的铁锈味, 我才歇了。 调整好情绪, 从包里掏出小镜子补了个妆, 这才驱车回家。 推开门, 满市的饭箱。 当归从厨房探出头, 姐姐, 你回来了呀, 还有一个菜, 你先洗洗手, 等一下就可以吃饭了。 我想, 这便是我渴望的生活吧。 有人在家里做好饭等着自己, 笑咪咪地说洗手吃饭了。 只是, 这样的生活我马上就要失去了。 临近开学, 需要置办的东西很多。 我想对当归好一点, 再好一点。 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算对他好, 只会疯狂地买买买。 在我又一次拎着大包小包回家时, 当归俊俏的小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煞是精彩。 然后, 他就不让我自己出门了。 在我买他蓝的鸡飞狗跳中, 到了当归该去学校报到的日子, 我送他去机场。 在人来人往的后机大厅, 我已查看他证件照有没有戴琪为由, 要来了他的钱包。 又让他去帮我买水支开了他后, 偷偷用手机拍了张他的银行卡照片。 他回来得很快, 一路小跑至我面前。 把水递给我, 微喘着气说, 姐姐给你。 白皙的俊脸, 因为运动有些占红, 额间有细细碎碎的汗珠。 跑什么呀? 你看你满头汗的。 我责备道。 他挠了挠头, 娇憨地笑, 怕你渴。 握着平身的手, 不自觉地用力, 塑料瓶子被捏得沙沙作响。 眼眶酸胀, 一滴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紧接着又一滴滑落。 一滴, 两滴, 三滴, 像断了线的珠子。 当归手忙脚乱地帮我擦着, 却是越擦越多。 你别哭啊, 姐。 我, 我, 他我了半天, 没我出啥内容, 温润好听的声音也带上了哽意。 我拉着他的衣角, 抽掖着, 说出来的话断断续续的。 我, 我舍, 舍不得你。 他放软了嗓子, 低声哄我, 我一放假就回来, 别哭了好不好。 我点头, 那个好字却是怎样都说不出口。 对不起当归, 姐姐不能等你回来了。 目送他过了安检, 我站在原地发了很久的呆财 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航站楼。 春城的天气很好, 晴空万里, 漂亮得像是一幅水墨画。 可我只感觉压抑, 特别地压抑。 今天开始, 我又是一个人了。 回到公寓, 简声正等在楼下。 我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 就是他了, 于是绕过他准备回家。 今晚陪我去参加个酒会。 他在身后说道, 我没理他, 静止开开门走了进去, 当着他的面, 用力地降门一摔, 心头的憋屈, 这才消下去一丝丝。 因为一个人住, 当初我特意选了个两室一厅的小公寓。 之前没觉得, 现在当归一走, 竟觉得空旷的可怕。 缩在客厅的沙发上, 发了很久的呆。 夜幕低垂, 熟悉的手机铃声将我拉回现实。 刚接起来, 当归的声音便从话筒里传了出来, 姐姐, 晚上好。 我清了清嗓子,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清快。 晚上好啊, 当归。 姐姐你在干嘛? 吃晚饭了吗? 我刚收拾完东西, 明天要开始军训了。 我听他絮絮叨叨地跟我汇报, 他到学校都做了些什么, 又准备要做什么, 偶尔回应他两句。 时间流逝, 忽然就想到了一个词, 岁月静好。 要不是后来门铃声响起, 我甚至都觉得和当归的这通电话 能打到天荒地老。 门外, 简生一身正装, 身后还带了两个拎着箱子的造型师。 最终, 我还是跟着简生来到了公筹交错的酒会。 因为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不要以为他去了京都, 我就对付不了他了。 他很清楚, 那个十八岁的腼腆少年, 已经成了我的软肋。 这是这么多年, 他第一次带我出席这种场合。 强撑着笑脸, 我站在简生身旁, 听他跟别人寒暄, 也麻木地接受了他给我的新身份, 女朋友。 一场晚宴, 应付得身心疲惫。 回家路上, 司机很懂事地升起了隔板, 封闭的后座只有我和简生。 他帮我把垂落下来的碎发别到耳后, 说出来的话温柔浅犬, 四情人节的呢喃, 累了吧? 是挺累的, 陪他演戏演得累。 简生, 我们回不去了。 放过, 话说到一半, 被他捏住双塞, 被迫进了声。 他的脸越来越近, 薄唇印在了我嘟着的唇上。 干红的果香刺激着我的味蕾, 我挣扎着推开它, 轮圆胳膊, 用力地甩了它一巴掌。 你疯了吗? 我咬着牙, 声音颤抖。 简生用中指指腹划过唇半, 激笑道, 是疯了。 胡适威你说过你最喜欢我的不是吗? 是啊, 曾经的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他说, 简生全世界我最最最喜欢你了。 收到的却永远是他冷冰冰的一张脸。 想了想, 又把现在住的小公寓转到了当归名下。 左右我也不可能继续住在这里了, 还不如留给他, 至少那样还会让我觉得, 我的家还在。 做完这一切, 我编辑了一条短信发给当归, 大题内容是感谢他陪我演了一场戏, 这些就当是片酬了。 让他以后不要再找我, 他的身份不配当我的家人。 总之, 话说得很难听, 我自己看得心都一抽一抽的疼。 发送成功后, 截了个图, 把当归拉进了黑名单, 又把简生从黑名单放了出来, 把截图发给了他。 断干净了, 希望你也说话算话, 不要找他麻烦。 是我亲手, 把一个无辜的孩子拉进了漩涡里, 总归要把他安全地送出去的。 即便割舍远比我想象中的, 要痛得多。 没了当归, 生活又变成了原来的单调, 和剪色色逛逛街, 购购物, 参加个塑料姐妹聚会。 日子枯燥而又无趣, 时间恍恍惚惚地过了半个月, 当归回来了, 他在我常去的那家奢侈品店外堵住了我, 仅仅半个月, 他却瘦了很多, 看上去比我捡到他的那个雨夜更加落魄。 那双桃花眼已经看不到了往日的光。 他问我, 不是说好的不会抛弃吗? 我把头扭向一边, 不去看他, 因为我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哭出来。 无聊消遣罢了, 也就你这种穷小子当了针。 当归的手握得紧紧的, 他心红着眼眶, 又问了我一句, 姐姐,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我咬着牙, 反问他, 你觉得你配吗? 下一秒, 一张薄薄的卡片落到我的面前。 对, 我不配, 拿好你的钱, 我不稀罕。 他走得决绝, 我看着他挺得笔直的背影, 抱着胳膊慢慢蹲下, 又一次哭得不能自已。 这么就能这么痛呢? 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当归。 那个干净稚嫩, 笑起来眼里有小猩猩的少年中士 退出了我的生命。 我进了老胡的公司, 学着谈项目, 看企划书。 从臭名昭著的顽固 成了春城上流圈子最上进的二代。 简瑟瑟问我这么拼干嘛, 我说不想再感受一次 守护不住在意之人的绝望。 生意场上, 简生教会了我很多, 他也确实信守承诺地 没有找过当归麻烦。 当归这个名字, 像是一阵风, 吹过之后了无痕迹。 没有人知道我有多思念他。 我学会了做饭, 在不加班的时候, 回去自己炒两个小菜。 会在上班的路上, 买上一束带着露珠的鲜花, 带去办公室。 简生笑我, 怎么突然文艺起来了? 我说, 生活需要仪式感吗? 生活需要仪式感, 不知道当归每天把花插进花瓶时, 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简生跟我提过很多次交往, 都让我四两拨千斤地挡了回去。 再一次简色色欲言幼稚地暗示我, 他哥年纪不小了, 该成家了之后, 我把简生灌醉, 送到了一个暗恋了他多年的 附加千斤的床上。 说起来还有些丢人, 我喜欢简生的那些年, 没少因为争风吃醋和人家掐架。 现如今, 把简生打包送给, 他就当为自己的年少无知赔礼道歉吧。 为保稳妥, 我特意打电话喊来双方母亲, 来了场现场捉肩。 简生围着被子, 光裸着上半身, 身上零零散散地散布着细小的抓痕。 他看向我的毛子满是苦涩, 声音有种凄凉的破碎感。 他说, 胡适威, 你真狠。 我微微勾唇, 彼此彼此。 他逼我舍弃当归时, 又何尝仁辞过。 半个多月后, 我收到了简生的订婚请帖。 订婚宴我没去, 因为我那天刚好约了一个访谈。 年轻的小记者举着话筒问我, 最想去的城市是哪里? 我想都不想地说了京都。 他又问我, 为什么想去京都? 为什么想去京都? 因为那里有我的弟弟, 有我的家。 原来, 我早在潜意识里认定了当归在哪儿家, 就在哪儿。 愣了好一会神, 小记者唤我, 需要考虑这么久吗? 胡小姐, 我笑得爽朗, 没, 就是想去看看祖国的心脏。 有些念想, 无需宣泄于口, 思念当归, 从来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离开当归的第六年, 我三十岁了, 开始周旋于各种相亲宴。 老胡老了, 他不再盛气凌人地责骂我, 而是改成了怀柔政策, 再隔三差五地卖个可怜。 天生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 见不得他摇着头唉声叹气, 索性碎了他的怨开始乖乖地相亲。 相亲属实是个无聊至极的事, 我搅拌着咖啡故作, 优雅地听对面某企业小开 讲述他的择偶要求。 一个胖乎乎的小团子 晃晃悠悠地走过来, 抱住了我的腿, 养着头乃声乃气地喊我, 妈妈。 我故作惊讶地抱起他, 蒸蒸, 你怎么过来了? 小团子流着口水在我夹上, 印上一个响亮的吻, 想你。 可爱的小模样, 看得人心都化了。 企业小开 已经处于石化状态。 我冲他欠然一笑, 不好意思, 我闺女可能吵着要找我, 我朋友就给送过来了, 你不会介意吧? 对方的脸色肉眼可见地变得难看, 有孩子了还来相什么亲? 我耸肩, 这不是想给孩子找个便宜爹吗? 第二天, 因为找脱, 我被老胡叫去顶层训斥了半天。 回来时经过秘书办, 几个小姑娘正趴在门框上探头探脑的, 各个面色红润, 精神亢奋。 都在看什么呢? 我冷着脸问。 我的贴身秘书小玉红着脸, 挪到我身边, 小胡总, Licham那边的负责人到了。 我摁了一声, 现在人呢? 小玉脸又红了一个肚, 在您办公室等您。 Licham是近几年, 以黑马之姿一军突起的京都新贵, 据说创始人背景很大。 想当然, 京都的背景, 肯定不可能只是单纯的金钱。 但凡跟全是挂了钩, 那身份比我们这些 盈盈狗狗的纯商人 自是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 脸上挂上得体的微笑, 往办公室走去。 不好意思, 让您久, 推开办公室的门, 在看清办公椅上交叠 双腿坐着的人后, 愣在当场。 说到一半的话, 也卡在了喉间。 退去小奶镖, 精致的五官愈发立体, 竟是比以前更惊艳了。 难怪秘书办的小姑娘 一个个的面色飞红, 双目寒春。 她并没有起身, 双臂撑着椅子扶手, 修长的手指在胸前交叉, 搭起一个拱桥。 好久不见了。 她笑着说道, 语气疏离, 而又客气。 是啊, 好久不见了。 我很想你。 当归并未与我寒暄, 吩咐我召集人马开会。 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HM要在春城建一个规模巨大的主题乐园。 选址恰好在我们曾经居住的小公寓旁边。 开完会, 紧接着又要去视察工地。 我看了看脚下十公分高的高跟鞋和行动不便的包臀裙, 说道, 我去换身衣服。 她面无表情地瞥我一眼, 语气沉沉的, 小胡总这是要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你自己吗? 六年的时间很长, 长到足够让我的少年长成高不可攀的模样。 她不再羞红着脸, 腼腆地喊我姐姐, 而是换我小胡总。 昔日亮晶晶的眸子, 看向我时也皆是冰冷陌生的淡漠。 有口气耿在喉尖, 上不去下不来的, 很难受。 我低下头眼去神情, 低声道歉, 不好意思, 是我考虑不周了。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工地刚开始施工, 路面崎岖不平, 我穿着高跟鞋跟在当归身旁, 走得亮亮呛呛的。 不知道是谁不小心碰撞了我一下, 我一时没站稳, 直直地朝当归身上扑去。 她动作迅速地扶住我, 眉头紧皱, 声音崩得很直, 小胡总自重。 一双大手掐在我的腰上, 温度穿透, 隔着薄薄的衣衫, 滚烫。 我慌乱地站起身, 不好意思。 她捏了捏手心, 似乎有些烦躁。 算了, 先回去吧, 改天再来。 剪色色抱着蒸蒸来找我时, 我正看着桌上的鲜花发呆。 你这是撞邪了, 还是在思春了呀? 我接过蒸蒸, 抱在怀里逗弄, 开玩笑道, 可能是春天到了吧。 你怎么过来了? 闺女吵着要找你。 对了, 我刚等电梯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 长得特别像你前几年 捡回家的那个孩子。 我轻叹一口气, 是他。 蒸瑟瑟瞳孔瞪大, 你把他又找回来了。 没, 他是HM的老板。 显然, 这个消息太过出乎 蒸瑟瑟的预料, 表情管理都差点失控。 你说什么? HM的老板不是姓云吗? 嗯, 他现在叫云随之。 蒸瑟瑟斟酌一番, 问道, 威威, 你当年应该很怨我哥吧? 怎么能不怨呢? 如果不是他, 我现在又怎么会与当归相见, 连个陌生人都不如。 我威威笑着, 逗弄着怀里的蒸蒸, 没有回答。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 包里的手机响了。 接完电话, 让我帮忙照顾一下蒸蒸, 便火急火燎地走了。 我轻轻挠着蒸蒸的小肚子, 逗得他哥哥直乐, 也跟着笑出声, 蒸蒸今天陪干妈工作好不好。 蒸蒸太过复杂的字还说不来, 只会奶声奶气地叫着, 妈妈, 妈妈, 从碱瑟瑟留下的妈妈包里翻出奶粉帮蒸蒸冲好, 刚塞到他的小手里, 当归敲门进来了。 看到抱着奶瓶喝得正欢的小人呆至片刻, 我刚要解释, 就听他说收拾收拾等下去星光乐园。 因为要见主题乐园, 我们这段时间没少去各个游乐园考察, 改天可以吗? 我要照顾宝宝, 我底气不足地道。 怪不得我怂, 实在是当归那张扑克脸太让人打触了。 它还是冷冰冰的, 没什么温度, 带上一起。 抱着孩子出公司, 黑色的麦巴赫已经停在了正门口。 当归降下驾驶座的车窗, 探出头, 上车。 我以为还会像之前一样, 一群人呼啦啦的一起, 没想到只有我们三个。 看出了我的疑惑, 它控制着方向盘, 跟我解释, 工地有事, 人都派过去了。 说话时, 眼角的余光都没分给我一点。 下车后, 当归看了看我脚下踩着的高跟鞋, 又看了看我怀里抱着的小团子, 很绅士地主动把孩子抱了过去。 星光是个儿童乐园, 对蒸蒸而言, 简直是天堂。 可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缘故, 当归很会照顾孩子。 那张在见面后, 就没开过情的脸, 也终于柔软了些。 很快就收获了蒸蒸全心全意的喜欢。 穿着高跟鞋, 走不了太久的路, 看两人相处融洽, 我索性找了个长椅坐下, 远远地看着两人玩。 当归带着蒸蒸, 玩玩铺满海洋球的儿童滑梯, 又去做了旋转木马。 阳光下, 他低头哄着怀里的蒸蒸, 嘴角挂着温柔的浅笑, 我不自觉地看呆了。 回过神, 已经是五六分钟后, 忙抬手拍了拍滚烫的脸颊, 暗骂自己, 胡诗薇, 你在瞎想什么呢? 你可大人家六岁。 我很确定, 刚才有那么一瞬间, 我动心了。 我把对当归的以念归咎到了季节上, 在这阳光明媚, 微风不燥的春天, 对着一个高大俊美的男人起了春心, 也算人之常情吧。 是啊, 当年那个稚嫩的孩子在我未曾参与的这些年, 已经长成了卓尔不凡的男人。 从旋转木马下来, 小丫头兴奋地扑腾着小手, 我走过去想抱过他, 让当归休息一下。 没成想, 他竟然一扭头抱住了当归的脖子, 清脆地叫了声, 爸爸。 我脸上的热浪轰得炸开, 我以为, 从星光回来, 我和当归的关系会有所缓和。 结果, 是我想太多。 他还是冷着一张脸, 对我刻刻气气的。 烦闷了两天, 我约了简色色到酒吧一醉方休。 简色色要带孩子, 不能喝酒, 所以最后喝醉的只有我一个, 还是醉到断片的那种。 第二天, 在自己的粉色大床上醒来, 我刚要发信息, 问下简色色我怎么回来的, 就收到了他发过来的两段短视频, 下面还跟着一行字。 姐妹, 你真勇。 点开, 第一段, 我举着酒杯叫嚣, 给我把薛当归喊过来。 快点, 给我喊过来。 第二段, 我摇摇晃晃地戳着当归的胸口, 你就是个弟弟, 你知道吗? 薛当归你就是个弟弟。 语气嚣张至极, 用手捂住脸,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因为醉酒事件, 我无言面对当归, 对他能躲就躲, 躲不过就现场拉个人做陪。 几天下来, 没再和他独处过。 清明假期, 当归回了京都。 我发现自己竟然很想他, 特别特别地想。 我想我怕是栽了, 栽在了游乐场的阳光下侧脸, 温柔的当归身上。 假期最后一晚, 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 对他的思念达到了顶峰。 室外雷声轰鸣, 我已经不怕了, 但还是忍不住回想起他, 靠在门板上说着我在的那段时光。 第二天上班, 当归没有回来。 恍恍惚惚地过了一上午, 下午接到了他助理的电话。 小胡总, 我们云总发烧了, 但是我现在还在京都赶不回去, 你能帮忙去照顾一下他吗? 他回来了吗? 我问道, 嗯, 昨晚就回去了。 我也是刚得知他发烧的消息, 小胡总能麻烦您跑一趟吗? 我把地址给您。 二十分钟后, 我站在何当归曾经住过的小公寓门口, 百感交集。 没想到, 他会住在这里。 按了几下门铃, 没人开门。 我试着输入那串烂熟鱼心的号码, 竟然没换密码。 他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 嘴唇干涸起皮, 脸色不正常地潮红。 我为他吃了退烧药。 他可能是稍迷糊了, 拽着我的衣服, 可怜巴巴地嘟囔着, 姐姐别走。 我摸着他滚烫的额头, 轻声哄他, 不走不走。 说着说着, 眼泪掉了下来。 我在厨房熬粥时, 当归醒了。 高大的身子, 靠在厨房门框上, 阴沉沉地看着我。 你来干嘛? 不是都不要我了吗? 我低着头, 那那道, 要的。 可能因为生着病, 他的声音听上去异常嘶哑。 你再说一遍。 要的要的要的, 我说我要的。 猛然抬起头, 我冲他吼着, 眼泪又开始巴达巴达地往下落。 胡适威, 这可是你说的。 这次我不会再给你反悔的机会。 咬牙说完, 他伸手拉过我, 把我圈进怀里, 低头含住了我的唇。 一吻闭, 我趴在他怀里, 手抵着他的胸膛。 气喘吁吁地道, 我, 我比你大很多。 他又在我唇半轻轻一啄, 眼里是化不开的深情, 我都准备好了当个便宜爹了, 还会介意年龄吗? 便宜爹? 什么便宜爹? 我不解。 不是你说的吗? 给孩子找个便宜爹。 所以, 我相亲那个他在现场。 我笑着逗他, 你想当便宜爹倒是可以, 就怕人家亲爹不能同意。 腰上的手紧了紧, 他的笑将在脸上, 一寸寸军裂。 是谁? 艰难地吐出这两个字, 我在他眼里, 看到了晃动的恐慌。 怎么还能舍得继续欺负他? 我点脚主动印上一个清清浅浅的吻, 笑道, 蒸蒸是茧瑟瑟的宝宝。 他年龄太小, 不会叫干妈, 只会喊妈妈。 听我说完, 当归一张俊脸染上狂喜, 我们家把劲, 争取明年结个娃娃亲。 见生番外, 什么时候喜欢上胡适威的呢? 可能是他色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像之受伤的小兽。 可能更早。 什么时候发现喜欢上胡适威的呢? 是在他差点被人玷污时。 那天看到他被人按在墙上撕扯衣服, 我是真的起了杀心的。 还好最后他和瑟瑟拦住了我才没酿成大祸。 那件事之后, 我被爷爷罚超了一个月的净心惊。 也是那件事之后, 我认识到我对胡适威有着近乎疯狂的战友欲。 我怕, 怕我的战友欲会吓到他。 所以我极力克制, 用冷漠对待他。 他不是个会隐藏自己感情的姑娘。 我知道他喜欢我, 因为他经常跟我说, 简生, 全世界我最最最喜欢你。 我面上装得波澜不惊, 内心却高兴到飞起。 我以为他的眼里只会有我, 也习惯了他围着我转。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他对着公司客户部经理笑。 笑得特别特别灿烂, 灿烂到刺痛了我的眼。 他经常抱怨, 说我不带他应酬, 他并不知道, 那是我不想看到他对别的男人笑。 所以, 看到那一幕的我气疯了。 我删掉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恰好, 那晚下了很大一场雨。 我知道他害怕打雷, 但是就是想要折磨他。 因为只有怕了, 才会长记性。 那天晚上, 我一晚没睡, 睁着眼熬到天亮。 上班第一件事, 就是先同意加他好友。 万万没想到, 这件事非但没让他长记性, 反而激起了他的反骨。 他和我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魔都有个项目着急洽谈, 第二天我就飞往了魔都。 瑟瑟给我打电话, 说春城下了好大的雨, 一直在打雷, 他却在这样的天气 把胡适威搞丢了。 我着急挂了电话立马, 让助理订了回城的机票。 我的姑娘一个人, 在外面肯定吓坏了吧。 赶回春城时雨, 已经停了, 我在他家楼下站了很久。 小公寓的灯是亮着的, 我知道他回家了, 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连夜又赶回魔都, 我悄悄地回, 又悄悄地走, 除了助理, 没人知道我回来过。 第二天, 谢思南给我发了张偷拍照。 他拎着大包小包的男装袋子 从商场出来。 我给他转了五十万过去, 他没收, 还说不是买给我的。 我以为他还在跟我置气, 没往心里去。 实在太想他了, 半个月的工作量 我硬是用一个星期完成了。 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去见他。 没成想, 他身边竟然会有一个 很漂亮的男生, 两人一路打闹着走近, 我有些慌。 他说那是他弟, 可我怎么可能会看错, 那孩子看他的目光, 是不容置会的爱慕。 我不在意别人是不是喜欢他, 我的姑娘那么漂亮, 那么可爱, 喜欢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可是这次我却有了危机感, 之前他只会给我买衣服的, 可是现在那件古池的新款针织衫 却穿在别人身上。 我受不了他身边有除了我以外的任何异性。 他明明只能依赖我的, 所以我逼着他跟那个孩子断了联系。 他果然很乖, 也很傻。 他那么在意的人, 我怎么可能真的动手去伤害? 我有多怕他会恨我呀? 他开始变得上进, 我把我会的都交给了他。 即便我很清楚, 他是想让自己变得强大, 不再受制于我。 后来的几年, 我不止一次跟他提过交往, 可都被他糊弄了过去。 没办法, 我让瑟瑟帮我。 结果, 第二天我就被他设计和别人上了床。 我说他狠, 他说彼此彼此。 原来, 这么多年, 他一直是怨我的。 罢了罢了, 便如他所愿吧。 谁让? 我那么爱他呢? 当归藩外, 我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 我妈是京都某高官的情妇。 因为身份, 我从小没少受同学欺负。 十八岁那年, 我遇到了生命中的光。 他很漂亮, 漂亮到让我一眼清新。 可我知道我们地位悬殊, 也不敢冒犯。 第三次遇到他, 他坐在天桥底下, 像只被遗弃的小狗, 瞪着湿漉漉的眼睛问我, 你的爸爸妈妈也不要你了吗? 那小模样, 可爱到要命。 我骗了他, 我说我是个孤儿, 因为我不想从那张漂亮的脸上看到熟悉的笔意, 也不算完全骗。 我是我妈为了逼宫偷偷偷生下来的。 她也真够傻的, 能坐到那个位置上的人怎么可能允许自己有污点? 比起身份地位, 我就是个屁。 我妈养到我十三岁, 眼看尚未无望, 抓紧了青春的尾巴和一个老头跑了。 所以, 我应该也能算一个孤儿, 对吧? 她说她给我一个家, 于是我便和她回了家。 她对我特别特别好, 给我买很贵很贵的衣服, 会把我介绍给别人说这是我弟, 很帅吧? 她并不知道, 其实我不想当弟弟。 就像她不知道我每天早上都会为她准备一束带着露水的鲜花, 是在和她表白。 家吗? 那不应该是爸爸妈妈和宝宝吗? 我是爸爸, 她是妈妈, 以后再有一个宝宝。 可是我不敢说, 因为我还不够强大。 目前, 只要能让我以弟弟的身份陪在她身边,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可是她还是不要我了。 明明我们说好的不会抛弃。 结束军训, 我订了最早一班飞机飞回春城。 她已经搬离了我们的家。 我在她长去的店门口, 没日没夜地蹲守了两天, 终于让我等到了她。 她依旧很漂亮, 只是轻瘦了很多。 她说我配不上她, 虽然很难听, 但却是事实。 她一个站在云端的千金小姐, 我一个见不光的私生子拿什么与她相配。 我拼命地学习, 拼命地让自己更优秀。 后来, 我拿着成绩单找到了云家老太太。 谁能拒绝一个各方面都能拿出去炫耀半天的大孙子呢? 特别是在我那根独苗爹和她家里那个只有一个病秧子闺女的大前提下。 云家老太太编造了一个质子被拐, 流落在外多年终于归家的故事, 我顺理成章地认祖归宗, 并给我改了名字, 云随之。 哪怕这个故事漏洞百出, 但也没关系, 我爹的政敌落马地落马, 退休地退休, 没人会救他小辫子。 大三那年, 我开始创业, 有没有经验的不重要, 我够聪明, 后台够硬, 这就够了。 我的公司叫H&M, 奶奶问我有什么意义吗? 我说家呀, 为了纪念我终于有家了。 奶奶拍着我的手乐, 夸我是个好孩子。 这次也不算撒谎, 是为了纪念家, 只不过是和她的那个家。 回云家, 只不过是我想早点有资格站在她身边走的捷径罢了。 我答应过她, 以后要很有钱, 很有钱的。 哪怕她已经舍弃了我, 毕业两年后, 雨衣丰满, 是时候该回去找她了。 回春城的第一天, 她就给我送了份大礼。 她有孩子了, 还想给孩子找个爹。 心疼过后, 我安慰自己, 至少表示她目前单身。 我买了很多如何带孩子的书籍, 悄悄学习。 好在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 她女儿很喜欢我, 我偷偷教会了她, 喊我爸爸。 我还是喜欢她, 一如六年前, 可是我不敢表白, 因为被她抛弃过, 我很怕她会拒绝, 失去她的感觉, 真的太痛了。 我准备徐徐徒之的, 结果没过几天她闺蜜给我打电话, 说她喝醉了, 吵着要找我。 我立马挂掉了公司的视频会议赶了过去。 她戳着我的胸口, 一下又一下, 说我是弟弟。 仿佛又回到了六年前, 她踩着我影子的那个傍晚。 我送她回家, 贴心照顾了她一整晚。 可她第二天回公司后竟然开始夺我。 再一下, 要被她抛弃的恐惧笼罩着我。 我搜长瓜肚地思考如何化解我们的关系, 接到了奶奶让我回去的电话。 晚上一家人吃饭的时候, 收到新闻推送, 春城雷雨预警。 我放下筷子订了最早的机票, 就往回赶。 她怕打雷, 以前是我没能力, 现在, 我只想在每个雷雨夜都陪在她身边。 我在她门外坐了一夜, 也淋了一夜的雨, 第二天烧得迷迷糊糊的。 我想, 这也许是个机会, 便让助理联系她, 让她来照顾我。 她果然来了, 带着毫不掩饰的担忧和心疼。 她细心地照顾着生病的我, 当年那个连晚都不会刷的大小街, 竟然学会了煮粥。 看着她在厨房忙碌, 空了多年的心, 被填得满满的。 但还是不够, 还是要逼她一把。 我故意问她来干嘛, 不是不要我了吗? 她哭着说她要, 哭得我的心揪着疼。 我吻了她, 她没有反抗, 还告诉我我可能当不了便宜爹了, 因为孩子不是她的。 哎, 白看了那么久的育儿书了。 不对, 也没白看, 毕竟, 我们以后也会有宝宝的不是吗? 胡适威, 这次就别再丢下我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敲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家破产了, 负债几千万。 江家说, 只要把我嫁过去, 钱的是好说。 江家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存在。 相传, 江家祖祖辈辈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家底丰厚的几辈子都祸祸不完。 自从25岁的江晨接手后, 更是将江家的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按理说, 以他们家的地位是看不上我们家的。 但是据说, 江晨几个月前出了车祸, 变成了一个吃傻之人。 江父江母明面上是在找儿媳, 其实不过是想为他们的儿子找个贴身保姆。 一开始, 我爸我妈是不同意的。 我爸扬言, 就算是砸锅卖铁, 咱也不能嫁。 我妈哭着说, 要是嫁过去, 我后半辈子的幸福就没了。 我一听, 这可不行。 我连忙止住他们这种要闺女不要钱的行为。 那行, 我不嫁了。 就是吧, 爸, 您收藏的那些古董名画什么的都得卖了。 还有您爱喝的茶, 什么普尔啊, 铁观音啊, 估计以后再也喝不到了。 妈, 您的那些珠宝首饰什么的也得卖, 以后要想带, 只能从网上淘点假的带着了。 但是假的也挺贵, 咱们应该也买不起。 不过, 妈, 你不用担心啊, 咱可以去拼西西上搜同款, 九块九包邮的那种, 少吃一顿饭应该能买得起。 说完, 我爸我妈相互对视了一眼。 几秒后, 俩人一口同声, 嫁, 婚礼这天是我第一次和江臣见面。 休息室内, 我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一身得体的黑色西装, 衬得人鼻挺, 出众。 那张脸更是好看, 五官力挺, 轮廓分明。 尤其是那双桃花眼, 让人一看, 便深陷其中。 我的上帝, 这不就是我的理想型? 如果她不开口的话, 姐姐, 你好漂亮, 给你糖吃。 我嘴角抽出了两下, 看着她那天真的脸庞, 我接下糖, 说了声谢谢。 一旁的姜母走过来, 将江臣的手塞进我手中, 一脸慈爱地对我说, 小婉啊, 你先和小臣熟悉一下, 我先出去招呼客人。 没等我说话, 她就走了出去, 顺便还带上了门。 房里只剩我和江臣, 我一时有些无措, 虽然我这人向来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但是江臣这种成熟男性外表下, 实际心智不知道几岁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 该说点什么好呢? 你相信光吗? 我眨着眼睛问她。 江臣一脸茫然, 许久, 她拿手指点了点我的额头。 姐姐, 你好像不太聪明, 不是说江臣被撞坏了脑袋, 变成了吃傻之人吗? 怎么说出口的话那么扎心? 我尴尬地笑了笑, 换了个话题。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穿成这样吗? 江臣眯了眯眼睛, 知道, 因为我们要结婚。 那你知道, 结婚是什么意思吗? 江臣微微猝起了眉, 知道啊, 结婚就是成为一家人。 我肘着头, 傻子还挺聪明, 怎么回事? 我还想继续问下去, 门突然被推开, 只见一个衣着金贵的女生朝我走来。 她养着修长的脖梗, 你就是夜晚, 长得也就那样吗? 希望你能认清自己的身份, 让你嫁进江家, 不过是为了照顾我臣哥哥, 可千万别想着自己摇身一变, 成了江家的女主人。 我压下心中的火气, 心平气和地问, 你是? 女生凑到江臣面前, 亲密地挽住江臣的手臂, 我是江臣的妹妹, 江南。 好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 不过看她看江臣的眼神, 以及那宣誓主权的动作, 倒不像是妹妹那么简单。 我微微一笑, 哦, 是妹妹呀, 亲的表的还是假的呀?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婆婆还有个女儿啊? 江南皱起眉, 拿手指着我, 你, 她哼了一声, 我是她表妹, 江臣的表妹却姓姜, 我一听心下了然。 我听妈说过, 江臣的姑姑江若安, 不能生育, 早年领养了个女儿, 跟着她姓。 江南大抵就是了, 我端起桌子上的水杯, 莫不关心, 哦, 我还以为是假的。 话音刚落, 江南直接打翻了我手中的杯子, 玻璃碎片溅了一地, 不算滚烫的水从我的胸口一直流淌到婚纱下摆, 我闭上眼睛深呼吸, 这小妮子一进门就给我下马威就算了, 竟然敢弄脏我的婚纱, 不知道我花了多大功夫才穿进去的吗? 我一拍桌子, 江南发出一声惨叫, 哎, 我还没站起来动手呢? 睁眼一看, 江臣不知什么时候将人推倒在地上, 他张着双臂护在我面前, 不准欺负我老婆, 我拽了拽江臣的胳膊, 一脸惊讶地问, 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婆呀? 江臣转过身, 一双眼睛清澈无比, 知道啊, 妈妈说, 我们结了婚你就是我老婆, 你妈妈没有告诉你吗? 说完, 他扶着我的肩膀, 微微低下头, 等我意识到他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老脸一红, 我用手抵着他的头, 别, 江臣抬头, 眼神清澈, 红了, 疼, 要吹吹, 然后, 他低下头朝那处被水泼过留下的红印吹了吹, 凉凉的, 但我心里却一阵燥热, 江南还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看着我们, 眼里满是震惊和羞愤, 他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夜晚, 你这个狐狸精, 然后, 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真是怪了, 推他的是江臣, 他骂我做什么, 我收回思绪, 江臣的头发刚好掠过我的下巴, 痒痒的, 我拉开距离, 仗红着脸, 好了, 江臣撅着嘴, 像是在生气, 下次, 要躲开, 不知是不是因为江臣的语气太过认真, 我下意识点了点头, 等反应过来后, 我看着一旁吃着棒棒糖的江臣, 心里五味杂陈, 我刚才是被一个傻子教育了, 我没忍住打了个机灵, 就离谱, 小插曲很快过去, 除了江南时不时朝我投来的恶意的眼神外, 婚礼算是举行得很顺利, 因为道场的人大都是江家本家人, 再加上考虑到江臣的身体状况, 所以只是简单走了过场, 刚一结束, 江臣就扯着我的衣角说困, 江父江母文言立马让司机送我们回去, 但回去的地方不是江家老宅, 而是一处新宅, 除了我和江臣居住外, 还有一名照顾江臣生活起居的阿姨, 我心中很是奇怪, 江父江母似乎很放心 我这个花钱买来的儿媳妇, 就这么把他们的儿子交给我了, 也不怕我欺负江臣, 没来得及多想, 我脱掉高跟鞋, 扑到沙发上舒坦地喘了口气, 结婚真累人啊, 下次不结了, 我仰面躺在沙发上, 一动不想动, 一时间忘记了江臣的存在, 直到, 脸颊被人用指腹揉搓了两下, 我猛地睁开眼, 刚好对上江臣近在咫尺的桃花眼, 江臣一脸认真地盯着我的脸, 有灰, 有灰, 我诧异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哪里是什么灰啊, 那是老娘特意点在眼尾下方的美人质, 江臣还想用手去搓, 被我拦住了, 她皱起眉头, 脏, 要洗掉, 我瞪她一眼, 被你搓花了, 能不脏吗? 被我一瞪, 江臣似乎有些不乐意了, 她拽着我的胳膊, 想要把我拉起来, 我看着她气鼓鼓的脸颊, 忽然想要逗弄她一番, 我偏偏不动, 在她拽我时还故意往后撤了一下, 江臣本就蹲着, 结果被我使劲带了一下, 直接扑到了我身上, 唇瓣无意之间划过我的脸颊, 最后停在耳侧, 停了几秒, 江臣按着沙发微微起身, 与我鼻尖相贴, 我瞪大眼睛, 一瞬不瞬地盯着眼前这张毫无瑕疵的俊脸, 一慌神, 我用力推了她一把, 几秒后, 别墅传来委屈的哭音, 江臣坐在地上, 湿润着眼眶, 老婆, 你欺负我, 夜深人静, 江臣的哭声显得格外突兀, 我生怕她把还在前院收拾家务的吴仪吵过来, 这要是被看见了, 还真以为我欺负她家少爷呢? 我连忙跳下沙发, 掺人起来, 江臣却不为所动, 眼里含着泪, 伸着两只胳膊要我抱, 我当时就傻眼了, 一个目测185的成年男士, 让我一个身高勉强接近165的人抱, 一时间, 我的脑海里闪过一句经典的台词, 臣妻做不到啊, 但江臣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并没有妥协的架势, 我只好蹲下身, 你别哭了, 要不我背你, 江臣这才停止抽烟, 我任命地转过身, 稳稳扎了个马步, 上来吧, 然而, 后背预想的重量并没有发生, 反倒腰间被两只胳膊圈住, 我正在原地, 感觉到江臣江头抵在我脖梗蹭了蹭, 他的声音里带着刚哭过的沙哑, 你太矮了, 背不动我的, 要这样抱, 人身攻击, 绝对是人身攻击, 最后, 这场拥抱, 以我单方面尴尬了十分钟之久才结束, 我重重吐了口长气, 这一天实在太累了, 下个流程是什么? 不管了, 我要睡觉, 然而, 我一只脚还没踏进卧室, 又被江臣拽住了, 他脸上写着嫌弃, 不对, 睡觉前要洗澡, 老婆, 你怎么不讲卫生啊? 如果沉默有声音的话, 那一刻一定震耳欲聋, 我嘴角抽搐两下, 气若游思道, OK, 我去拿换洗衣服, 江臣不说话了, 默默跟在我身后, 一直到浴室, 你跟过来干嘛? 江臣一脸无辜, 我也要洗啊,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以为他困了, 要着急洗澡睡觉, 我摆了白手, 那算了, 你先洗吧, 说完我又考虑到一个问题, 便问, 你自己可以吗? 江臣摇头, 那我叫吴仪过来, 结果步子还没迈开, 江臣扯住我的衣角, 不要, 你给我洗, 我张大嘴巴直指自己, 又直指他, 你再跟我开玩笑, 男女受受不亲那位, 然而, 江臣才不管,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等我行动, 我心里五味杂陈, 等我彻底镇定下来后, 仔细想想, 嫁到江家, 不就是给江臣当保姆的吗? 洗个澡, 又算得了什么? 终于给自己做完了心理建设, 我任命般地上下扫了几眼面前的人, 江臣身上还穿着正装, 我要从哪下手? 先脱裤子还是上衣? 显然我纠结得有些多余了, 因为江臣特给面, 见我接受了现实, 根本不用我动手, 自己三两下将衣服脱了个干净, 这年头, 当傻子就是好啊, 都不知道什么是尴尬, 哪像我, 看着面前白花花的身体, 面红耳赤, 像煮熟的小龙虾, 江臣主动走到花洒下, 等着我伺候, 我一手捂着眼睛, 一手拿着花洒, 光顾着尴尬来着, 水温都忘了调适, 直接淋了江臣一身, 给人刺激得直发抖, 我一边嘴上道着欠, 一边偷偷移开手指, 眼神四处乱描, 一直到最后, 我都不知道怎么结束洗澡这个流程的, 只知道, 这个早洗的可真够兵荒马乱的, 还知道江臣的身材不错, 尤其是那若隐若现的腹肌, 我好像还趁机摸了两把来着, 手感极好, 伺候完江臣, 我随便冲了两下直奔卧室的大床, 躺上去的那一刻, 我忍不住发出一声窥叹, 不愧是大户人家, 这床够软, 我伸直了胳膊, 翻滚了两圈, 江臣的视线就随着我的动作来回移动, 两久, 他也躺下, 然后也学着我的样子翻滚起来, 我停止动作, 处着脑袋, 看他, 没来由地发出一声轻笑, 临睡前, 无疑端来两杯牛奶, 我晚上没有喝牛奶的习惯, 于是把我那一杯一并给了江臣, 江臣虽不解, 但仍老老实实地喝完了, 我盯着他嘴上残留的一圈白沫, 好心地抽了张纸, 帮他擦了擦, 则, 我可真贤惠, 睡觉的时候没再出什么幺蛾子, 我也没纠结睡不睡一张床的问题, 婚都结了, 早也洗了, 再纠结我都嫌自己矫情, 我和江臣一人躺在一侧, 很快就睡了过去, 到了半夜, 我隐约听到咕咚一声, 然而, 那时我睡意正浓, 调整了一个舒适的睡姿后, 继续找周公去了,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昨夜的响声又重现了一次, 至此, 我才悠悠转醒, 我畅快地伸了个懒腰后, 与地上坐着的江臣大眼瞪小眼, 时间持续了有五六秒之久, 缓过神, 我发出灵魂疑问, 你坐地上干嘛? 江臣顶着乱糟糟的头发, 即使是刚睡醒的情况下, 他那张脸也足够好看, 他哀怨地看着我, 仿佛有天大的委屈, 我后知后觉, 想起醒来时的响声, 以及从前在家, 就被我妈吐槽过无数次的霸道睡姿, 我试探着问, 不会是我把你踹下去的吧? 江臣两道浓眉弯成声闷气时, 才会有得弧度, 他朝我伸出两根手指, 闷声闷气地说, 两次, 我要是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信吗? 我跪坐在床檐, 善笑道, 江臣仰着脖子看了我半晌, 就在我以为他要说不信的时候, 结果, 他揉了揉眼睛, 轻声轻气地说, 那下次不能这样了。 我说不准当时的心情, 到底是如释重负多一点, 还是被江臣无害的眼神, 盯着时心底冒出的柔软更多。 我迎着他澄澈的眼神, 最后, 递出一只胳膊给人拉了起来。 好在小插曲很快过去。 我和江臣收拾妥当后, 餐桌已经摆上了早餐。 大抵是顾着江臣的身体, 桌上都是些清淡的食物。 而我打娘胎里就比较重口味。 比起健康的绿色蔬菜和暖胃的白粥, 我认为早餐还是小笼包 蘸着红通通的辣椒油更胜一筹。 这一对比, 我瞬间丧失了食欲, 草草喝了两口粥, 就放下了勺子。 这就造成了中午还没到饭点, 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叫。 一旁正在搭积木的江臣也听到了。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踏着拖鞋登登登跑回了房间。 他出来得很快。 我歪坐在沙发上扭过身, 隔着沙发被看他。 江臣摊开手掌, 两颗巧克力糖躺在上面。 我有些不明所以, 江臣的手又往我面前递了递。 我终于明白过来, 因为听到我的肚子叫, 所以去找了糖让我垫肚子。 不过, 这是哪来的? 我接过来, 拿起一颗看了看包装, 瞬间恍然大悟。 这不是昨天婚宴上的喜糖吗? 江臣是有多爱吃, 竟揣兜里带了回来。 见我还在犹豫, 江臣睁大了眼睛催道, 你吃。 固执又认真。 都给我吗? 江臣重重点头, 嗯, 都给你。 陡然间, 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 要是江臣不傻, 结婚后的日子过得 比我想象中的要快。 虽然没有所谓的蜜月, 也没有刚结婚时 夫妻间的蜜礼调游, 甚至连因意见不合 而产生的伴嘴都没有。 但是莫名地有一种 岁月静好的安心感。 产生这样的想法, 我自己都十分意外。 想当年, 我也是一个吵嚷着 要自由的人。 我讨厌被什么人, 亦或是什么事所束缚。 所以当江家父母 找上门来让我 嫁给江臣的时候, 我暗自做好了 结婚后熬日子的准备。 但看现在, 一连几个月, 时间飞速流逝。 我望着在院子里 对无疑辛苦养护的 那几盆花上下起手的江臣。 似乎日子 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熬。 不过, 无聊还是有的。 我抬起一只手放在眼睛上, 看看遮挡了点太阳光。 身上被晒得暖哄哄的, 我在心里想, 要是有点乐子就好了。 江南就是这个时候来的。 她穿着一袭极西白裙, 手上提着一盒精美的点心。 恍惚间, 我还以为是童话里的白雪公主 从书里走了出来。 事实证明是我看走了眼, 这特么分明就是白雪公主的后妈。 她踩着又肩又细的高跟鞋, 路过我时, 狠狠在我小腿上踢了一下。 晒了一下午太阳, 我躺在躺椅上, 整个人有些迟钝。 直到这一脚, 我涣散的意识 才因为疼痛重新聚焦。 挡到了。 说完, 她拧了我一眼, 直奔江辰。 和跟我说话时的语气截然不同, 她整个人焦滴滴的。 陈哥哥, 这是我特意做的点心, 都是你以前最爱吃的, 快来尝尝。 我听着她那转换自如的语气, 鸡皮疙瘩掉一地。 不过, 相比于江南的热情, 江辰明显过于冷淡了。 她只是瞥了江南一眼, 手上摘完最后一朵花后, 直接无视她向我走了过来。 我不自觉露出满意的神情, 接过江辰递过来的花, 放在鼻尖闻了闻, 随后幼稚地朝江南 做了一个挑衅的表情。 既然乐子自己找上门来了, 还先手攻击我, 那我必然是得还手的。 我拿手指着江南, 故意问江辰, 你喜欢她吗? 江辰微微一愣, 似是对我的话有些不解, 她跟着我的视线回头看了江南一眼, 然后摇了摇头。 看到江辰摇头的动作时, 我自己都没注意到, 心底绽放的鱼跃藏都藏不住, 明显到嘴角都上扬了好几个度。 我继续问, 为什么不喜欢? 江辰答得很快, 字字清晰, 因为老婆不喜欢她, 我也不喜欢。 我扑子一笑, 江辰还真是诚实地可爱。 但一旁的江南是笑不出来了, 她的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直接冲到我面前, 夜晚, 都是你教唆的对不对? 我择了一声, 没理会她。 难得江辰这么配合我, 戏还得接着唱。 我学着她之前和江辰说话时的语调, 仰着头委屈巴巴道, 那你赶她走好不好? 她刚才还提我, 好痛, 说着, 我抬起那条泛着红痕的腿晃了晃。 江南大敌也没想到我那么差, 在那里了半天, 愣是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江辰的视线 落在我的腿上, 煞时, 五官皱成了一团。 正当我思考她究竟会不会赶江南走时, 江辰板着脸, 雨气冷得如同寒风, 不仅震慑住了江南, 把我也吓得一机灵。 从我家出去, 从下午江南走后, 一直到晚上, 江辰的状态都不太对劲。 不仅晚饭没吃两口, 就连睡觉时都眉头紧皱。 我听着身旁明显不太稳定地呼吸, 疼一下坐起身, 拿手盖在她眼上, 闭眼, 睡觉。 江辰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优越的长节扫在我手心, 痒痒的。 我一下就没了脾气, 我的腿真的不疼了, 我之前说痛是逗你玩的, 所以快睡觉。 我好生好气地说, 江辰掰开我的手, 眼角红红的, 你说谎。 我只好抬起腿在空中蹬了蹬, 你看, 真的不疼。 江辰不知道信没信, 肝瞪着湿漉漉的眼睛不说话。 我趁热打铁, 跟哄孩子似的说道, 明天起来就彻底好了, 所以快点睡好不好。 江辰这才闭上眼睛。 我松了口气, 心想, 江辰现在就是个小孩子, 说什么都当真, 以后还是别当着他的面瞎说八道了。 然而, 把小孩子哄睡着了, 我是彻底不困了。 我翻了个身, 往床边挪了挪, 生怕把人吵醒。 可刚拉开距离, 背后的人就粘了上来。 他摸到我的一只手, 然后撩开自己的睡衣下摆, 将我的手放上去, 用衣服压了压, 动作行云流水。 我听见他小声嘀咕, 要这样睡。 等我反应过来后, 陡然发出一声低笑。 说起来, 除了第一晚外, 我每天早上醒来, 手都是不老实地圈在江辰的腰上。 一开始我也惊讶, 自己怎么这么流氓。 后来我发现, 这不怪我, 要怪就怪江辰的腹肌, 实在太好摸了。 虽然因为长久不锻炼, 几乎感受不到形状, 但紧致的线条摸起来很有手感。 我跟上瘾了似的, 不把手搭在他腰上, 根本睡不着。 江辰也是默默纵容了我对他的动手动脚, 每晚都主动撩开自己的衣摆, 给我的手疼位置。 我莫名弯起了嘴角, 在人腰上开了一把油, 每每进入睡眠。 许久, 隐约之中, 小腿红肿处传来温温凉凉的气息和一声滴雨, 吹吹就不痛了。 日子过得太顺了, 难免会因为太闲而引起事端。 这天是周末, 我和江辰终于发生了结婚以来的第一次吵架, 确切来说是冷战。 至于原因, 江辰非要看青青草原里的那几只羊, 而我想看最近大火的言情剧。 两人意见不合, 又都不愿妥协。 所以就出现了我和江辰一人霸占沙发的一头, 中间空出了条银河这种现象。 无疑见我们两脸怒气地盯着电视上的广告, 想说家里不只有电视, 还有电脑, 手机, 但犹豫半天摇了摇头, 默默去干活了。 期间, 我偷偷瞄了一眼江辰, 只见他脸颊气鼓鼓的。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有点过分, 和一个小朋友置气, 实在是太不理智了。 正当我纠结要不要主动求和时, 江辰慢慢挪到我身旁。 猝不及房间, 一个微凉的吻便落在了我的脸颊上, 热意煞食从我的脸上传至四肢百骸。 对不起, 江辰低着头, 手指拽着我的衣角, 声音嘀嘀的。 这是在道歉。 我瞪圆了眼睛, 不可置信问道, 谁教你的? 江辰歪着头指了指电视。 我张了张嘴巴, 彻底哑口无言。 动画片里可没有这种情节, 不出意外, 是江辰跟着我看言情剧的时候学到的。 我清了清嗓子, 慌乱间拿起遥控器调回动画频道。 那什么? 电视你看, 我去厕所。 就这样, 我在江辰不含一丝杂念的眼神下, 仓皇而逃。 卫生间, 洗了把脸后, 脸上的热度仍没能消散。 我对着镜子拍拍脸, 脑海里再一次闪现出刚才江辰凑过来的画面。 越来越近, 独属于嘴唇的柔软触感仿佛重现。 我捂着胸口。 完蛋! 我好像有些不正常了。 这种不正常一连持续了好几天。 只要江辰一靠近我, 我的心跳就会错乱。 但天天江辰把亲吻当作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我越躲着他, 他就偏往我跟前凑。 只要我一拒绝, 他立刻就露出一副委屈又可怜兮兮的表情。 实在让人头大。 正当我为这件事苦恼时, 好友许宁的电话打了过来。 你可真行啊, 夜晚, 结个婚直接销声匿迹了, 我从国外回来了, 不来接个风。 没等我答复, 那边自顾说了一个地址, 就挂了。 江辰像是知道我要出门一样, 从我挂完电话, 他的目光就没从我身上下来过。 我不自然咳嗽两声, 拿起遥控器找到他最爱的那群羊。 温声细语道, 我有事要出门, 你自己在家乖乖待着好不好。 江辰不作声, 倒是一旁的吴仪说话了, 夫人有事就先过去吧, 我会看好少爷的。 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 我和吴仪的感情也增进了不少, 我冲他感激一笑。 在看江辰, 他仍是一言不发, 我一时有些难办。 纠结良久, 我心一横, 直接捧着江辰的脸亲了一口。 我又重复了一遍, 你在家等我好不好。 江辰似是有些意外, 但表情松动了不少。 他垂着肩膀, 瘪着嘴说, 那你要早点回来。 那模样, 跟支年人的大狗狗差不多, 足够让人心软。 我看了眼时间, 现在是下午两点。 于是我拍着胸脯保证, 六点之前一定回来。 许宁约的地方叫兰陵, 一个高级会所, 也是我们从前常去的地方。 我轻车熟路到达目的地后, 许宁已经在老位置等着了。 说是接风, 却不见其他人。 我走到他背后, 将人脸上的墨镜扯掉。 室内戴墨镜, 挺有格调啊, 许大明星。 许宁洋装恼怒, 得了啊, 早几百年前退圈了, 别隔应我呀。 大前年退的圈你, 给我说几百年前, 欺负我数学不好啊。 许宁撩了一下大波浪, 挑眉道, 欺负的就是你。 我扎扎嘴。 我和许宁高中就认识, 互相伴嘴, 更是常识。 本以为这人当了几年大明星, 又突然退圈, 去国外溜达了一圈, 会变得成熟稳重些。 看来是我多想了。 他倒了杯红酒递给我, 听说你把画室转让了。 我晃了晃酒杯, 大白天喝红酒, 似乎有些怪异。 我浅尝了一口, 点点头。 辛苦那么久才打出来的名气, 就这么放弃了。 我苦笑一声, 那能怎么办呢? 我的梦想就是开一间画室。 从大学开始, 我就在为此筹备。 凭着从前斩获得各种大大小小的奖项, 这条路走得不算难, 仅仅两年时间, 我就闯出了些小名气。 但是事事难料, 我家破产了。 为了还债, 我只好将画室转卖了出去。 见我情绪有些低落, 许宁大手一挥, 喝了这杯酒, 我去给你把画室盘回来。 他一拍桌子, 姐有钱。 我瞬间哭笑不得, 一杯红酒就如此上头, 不愧是许宁。 我给人按住, 你有钱个屁, 许志强没找你。 听到这个名字, 许宁眼底漠然划过一丝厌恶。 我立刻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许志强于许宁而言, 是一根毒刺, 给了他生命, 却让他带着剧毒, 在世间不得安宁。 许宁一路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好不容易在一年夏天, 参演了一部电视剧的女配, 因为表演出彩, 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当红小花。 但仅仅两年, 他就宣布了退圈。 那时, 网上谣言四起, 有人说他其实是被封杀了。 还有人说许宁家境殷实, 根本不缺当明星, 挣得这几个钱, 人家退圈, 当然是享受生活去了呗。 但其实都不是, 是因为许宁那个毒鬼爹 从橘子里出来了。 就是许志强。 许宁从小到大, 一直活在他爸的阴影下。 也许是自尊心作祟, 又或许是承受不了 网络上的乌言晦语。 他不愿被网友扒出 他有个这么不堪的爹, 所以才会主动宣布退圈。 他将一半积蓄给了许志强, 并断绝了妇女关系, 自己一个人跑出了国, 说是要去镀金。 但是占赌的人就是个无底洞, 许志强败光了钱, 又找上了许宁, 还扬言不给钱, 就找媒体曝光他。 我猜许宁这次回来 也是因为许志强, 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果然, 许宁不说话了, 门头将酒杯的酒喝完, 他肘着头, 眉眼染上了一丝伤感。 夜晚, 咱俩真不愧是朋友啊, 各有各的难处。 我碰了一下杯, 表示赞同。 我问他, 既然回来了, 准备怎么办? 许宁坐直了身体, 一扫钢材的不愉快, 一副斗志昂扬的模样。 还能怎么办? 杀回娱乐圈呗, 既然他想曝光我, 那就报呗, 正好给我添一波热度, 反正我是一毛钱, 不会再给他了。 我朝他竖起大拇指, 行啊, 到时候我注册他一百来个账号, 给你控瓶。 许宁竖起大拇指, 够义气。 一瓶红酒被我和许宁喝出了白酒的气势。 我俩一杯接着一杯, 甚至连下酒菜都没有。 瓶子见底的时候, 许宁成功趴下了。 酒量一如既往的差, 用四个字形容, 人菜饮大。 这时, 我再一次在心里感谢我爸。 感谢他把过去几年 把我荡酒搭子训练出来的酒量。 不然我和许宁都喝趴下了, 估计得上新闻。 我给人戴上口罩和帽子, 特意将帽颜压低了些, 将它送回了酒店。 出来时, 眼看快要六点。 我急忙掏出手机准备轿车, 刚点开屏幕, 一辆黑色卡燕在我面前稳稳停下。 夜晚节, 回家呀, 我送你。 又是江南。 我一时不知道该奇怪, 他怎么会那么巧出现在这。 还是震惊, 他竟如此轻易地称呼我。 如果说, 一向是我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突然赚了性, 那我肯定是不信的。 俗话说得好, 是出反常必有妖。 我挑了挑眉, 透过车窗看了一眼车内, 驾驶座是一位中年男士, 微胖, 模样老实芭蕉的, 应该是江南的司机。 夜晚节, 之前都是我不好, 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 江南双手搭在车窗上, 一副知错就改的样子。 既然怎么样都得晚点, 不如看看江南究竟要搞什么幺蛾子, 顺便再报一下之前的一脚之仇。 我勾了勾唇, 果断上车。 一路上, 江南都在有意无意地找话题。 我一边应付他, 一边注意到前座的司机总是若有四无地通过后视镜观察我。 果不其然, 在半路明明应该执行的车却悄然转了弯。 我悄悄把手伸进口袋, 按下开关。 车子最终停在了一个废弃的仓库旁边。 而我是被司机钳制住手腕带下车的。 江南拿了一根麻绳, 将我的双手压在后背绑上, 给司机使了个眼神, 去外面把风。 我预料到他会对我下手, 但实在没想到他竟敢光天化日之下绑人。 看来江若安真是将他这个宝贝女儿宠得无法无天了。 我故作惊恐, 江南,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江南走到一张木凳子旁边准备坐下, 但瞥了一眼上面厚厚的灰尘后, 将凳子踢到了一边。 他双手抱胸, 眼里充满了不屑,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夜晚, 这是你自找的。 手上的绳结绑得并不是太紧, 大概是认为我手无腹肌之力, 所以绑的时候根本没在意。 我一边转着手腕, 一边问你想对我做什么。 江南精致的脸上透露着一丝得意, 不要害怕, 给你拍几张照片而已。 照片的含义不言而喻。 我在心里吃笑一声, 真是够下三滥的。 为了拖延时间, 我挣扎着往后退了几步, 你就这么恨我。 江南突然笑了, 他咬牙切齿道, 是你先跟我抢陈哥哥的, 我从小就喜欢他, 凭什么, 到头来站在他身边的是你。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抢他, 陈哥哥只能是我的。 我竟不知江南对江晨的喜欢, 到了这么病态的地步。 我进行着手上的动作, 故意激怒他, 江南, 即使没有我, 你也不可能和江晨在一起的。 你们是表兄妹, 就算没有血缘关系, 江家也不会让兄妹联姻这种丑闻发生的。 许是说中了他的痛点, 江南眼神里闪现出一丝痛苦, 继而化成明晃晃的狠毒。 他恶狠狠地指着我, 不可能, 陈哥哥说过会娶我的。 这下轮到我猛了, 难道江晨和江南是狼友情妾有义? 这个想法刚冒出头, 就被我否决了。 不可能, 江晨对他的态度也不像啊。 可, 江晨出了车祸, 人傻了。 万一, 人好的时候, 不是这样对江南的呢? 我在心里天人大战, 没注意到江南拿起了手机, 正在步步逼近我。 要是被江家看到了你不剪点的照片, 你以为你还能留在陈哥哥身边吗? 说着, 他就准备对我动手。 我猛地收回思绪, 飞快抬腿, 正中他的腹部。 还好江南这个没脑子的没把我的脚一同绑上, 要不然, 我还真没那么容易反抗成功。 后背的绳结已经松动得差不多, 我用尽全力一扯, 解放了双手。 这下, 我和江南调换了位置, 换他一脸不可置信地捂着肚子坐在地上, 我揉了揉酸痛的手腕俯视着他。 嘘, 别叫。 显然, 江南是不可能听我的话的。 但很可惜, 在他的叫喊声传出来的那一刻, 我抢先一步从地上抓起一团带着泥土的破布塞进了他嘴里, 然后用他绑我的麻绳将他和那张被他嫌弃的凳子绑在了一起。 当然, 腿我也一并给他绑上了。 我看着自己完美的杰作, 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一看你就不看电视剧, 不知道反派都是死于废话太多吗? 江南发不出声音, 整张脸憋得通红, 只能怒斥着我。 我从地上把他的包捡起来, 找到手机果断拨打了报警电话。 喂, 是警察叔叔吗? 我要举报, 这里有人聚众闹事。 我报了地址, 挂断电话。 看在怎么说你都是江辰妹妹的份上, 我放你一码, 就是有一个要求,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我冷冷扫了他一眼, 缓缓蹲在他面前。 以后出来, 害人记得带上脑子。 你绑我之前, 难道不知道我们家以前是开武馆的吗? 收拾你。 啊不, 再加上外面那个, 也绰绰有余。 江南满脸不可置信, 但又不得不信, 毕竟如果我真是手无腹鸡之力, 他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境地。 此前还张扬跋扈的人, 此刻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畏惧和慌张。 目的达到, 我直接走到门口, 将远处在钉梢的大哥喊了进来。 大哥看着屋里的场景, 直接当场愣在原地。 有黑的脑门上写满了大大的问号。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 还揉了揉眼睛。 我朝他扬了扬下巴, 大哥, 给个车钥匙呗。 看着大哥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将江南口中的破步抽出来。 碍于我报了警和刚才的那一番话, 我笃定他不会拒绝。 果然, 江南仗红着脸边咳嗽边说, 快给他。 我满意一笑, 看来真给人唬住了。 回去的路上我才后知后觉, 感到害怕。 不止江南胆子大, 我更甚。 竟单枪提马, 就赶往江南社的圈套里钻。 所幸江南有脑子, 但不多。 否则一旦出现一点差错, 我可能就不能这么顺利地出来了。 等红绿灯期间,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录音笔。 还在。 我这才火急火燎往家赶。 快到的时候, 手机屏幕忽然亮了起来。 是江母的电话。 与此同时, 我太阳穴突突一阵跳。 果然, 江辰出事了。 因为我没在约定的时间回去, 打电话也没人接, 江辰一直闹着要出来找我。 无疑将他安抚在房间, 只是出去倒水的功夫, 江辰竟从二楼窗户内跳了下来。 好在楼层并不高, 听江母说只是有些擦伤和轻微脑震荡。 挂断电话后, 我心底涌起振振不安, 握住方向盘的手, 开始不自觉发抖。 我一路神经紧绷, 好不容易到了, 结果刚踏进院子就来了个平地摔。 顾不上疼痛, 我爬起来急冲冲跑到房间。 江父江母都在。 还没等我上前查看江辰的情况, 江母拉住我的手将我拽了出去。 江父也跟在后面。 我低着头, 自知理亏, 把人家的宝贝儿子看成这样, 不发火才怪。 可是, 欲想得难听的话并没有听到。 相反, 江母关切地问, 哎呦, 小婉, 你这是怎么回事, 怎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狼狈? 都怪我, 早知道不打电话催你了, 是不是路上着急了? 她边说边使唤江父去拿医药箱, 裤子都破了, 疼不疼? 江父提来医药箱说, 要不把其医生叫过来看看。 我连忙摆手, 不用了叔叔阿姨, 我没事。 说完, 空气中一阵安静。 本来, 我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看到江母和江父对视了一眼。 我迟钝的大脑突然转过弯, 尴尬一笑, 连忙换称呼, 爸, 妈, 我真没事, 不用再劳烦其医生了。 就是, 江辰怎么样了? 我担忧地问, 江母一脸慈爱地握住我的手, 那臭小子命大着呢, 不用担心他, 过会儿就该醒了。 听见江母这么说, 我提了一路的心, 这才稍稍放下。 处理完伤口后, 时间已经很满了。 江辰还没醒, 江母嘱咐了几句, 就和江父一同离开了。 只是临走前, 江母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小辰很喜欢你的, 你们要好好的。 我点了点头, 江辰还在床上躺着, 我没来得及仔细思考这句话的含义, 直奔卧室, 床上的人头上缠了一圈纱布, 脆弱地像陶瓷娃娃。 我心里突如其来一阵酸涩, 早知道就不上江南的车了, 要不然也不会, 我暗自叹气, 轻轻抚着苍白到没有血色的脸庞, 先是出了车祸。 这又摔了脑袋, 万一更傻了怎么办? 又是一声叹息。 算了, 看你平时那么护着我的份上, 傻就傻吧, 反正我也不嫌弃。 我就这样坐在床头一直盯着, 可困意来得突然, 不知不觉间, 趴在床边就睡着了。 江辰什么时候醒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醒来时, 已经从床边躺在了床上。 我揉了揉眼睛, 发现原本应该在床上的江辰, 此刻却不在。 我心里一慌, 直接下了床。 刚准备去找人, 就听到浴室传来的水声。 我试探着喊了两声, 里面却没人说话。 我走过去, 推开门, 刚好与转过头来的江辰对上眼。 虽然说我不止一次见过江辰没穿衣服的样子, 但透过弥漫的水雾看到这一幕时, 我还是被冲击到了。 我迅速别开脸, 但仔细一想, 好像不太对。 伤没好就敢洗澡。 我顾不上害羞, 直接冲进冒着水汽的浴室, 将人拎了出来。 你疯了, 头上还包着布就敢洗澡。 江辰不知什么时候拿了毛巾, 堪堪遮住下身, 低头不语, 耳阔通红。 我以为是我的语气不好, 吓到了他, 又赶紧找布, 我的意思是想洗澡, 怎么不喊我呀? 我来帮你。 说完, 我转身去找一次性头套, 没注意到身后人眼底闪动的灼热。 洗完澡后, 纱布还是不可避免的湿了。 无疑帮着我重新给江辰换了新的。 收拾好后, 我带着江辰回了卧室。 只是很倒霉。 进门的时候, 拖鞋突然打滑, 我不受控地往前扑了上去。 眼看要与地面来个亲密接触, 却被人拦腰捞住。 没事吧? 江辰动作很快, 快到不应该是他这个心智能反应过来的。 我带着疑惑转身, 腰间上的手却猛地抽回。 江辰微微低头, 使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没再说话。 躺在床上后, 我回顾着江辰醒来后各种奇怪的行为, 脑中闪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很自然地翻过身, 伸手撩开他的衣摆。 被摸的人明显身体一正。 我收回手, 发出一声轻叹。 算了, 不摸了, 腹肌都没了。 自从那天后, 江辰表现的和往常并没有太大差别。 除了每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 床的另半边总是空无一人。 除了我每次在楼下找到人, 那人的额头和鼻尖上总冒着一层细密的汗。 除了我放在床头的录音笔不见了, 而江若安和江南母女被送出了国。 说得好听是出国, 但听许宁的小道消息, 他们母女大抵是被江家放弃了, 失去了江家的庇佑, 他们日后的生活不一定好过。 我望着正在低头吃饭的江辰, 冷不丁喊了他一声。 江辰握着勺子的手一顿, 抬起头依旧是满脸无害的模样。 没事,多吃点青菜。 我夹了一筷子送进他的碗里, 更加坚定了心理的想法。 下午的时候, 齐医生来给江辰检查身体。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齐医生本人。 他看起来年龄不算大, 估摸着也就三十左右, 戴着眼镜,显得文质彬彬。 想着人家大老远跑一趟, 我主动去倒了杯水。 结果刚递出去, 就被江辰劫了过去。 他三两口喝完, 砸了扎嘴看着我, 渴。 我只好对齐医生说了句不好意思, 准备再去倒一杯。 结果第二杯刚端过来, 又被江辰抢先一步。 齐医生倒是不在意, 手指推了推眼镜, 不用麻烦了, 我不渴, 水还是让渴的人喝才好。 别有深意。 我看了看江辰, 后者微不可闻地哼了一声, 装作听不懂似的一口一口喝着。 检查完, 我送齐医生出门。 到了院子里, 我毫不避讳地问他, 江辰的脑子是不是好了? 齐医生有些意外地扫了我一眼, 沉默了两三秒, 说话耐人寻味, 这得看他愿不愿意好。 我心下了然。 到了夜里, 我故意与江辰拉开距离, 侧躺在床边睡觉, 也不再与他有任何身体触碰。 过了许久, 江辰大概以为我睡着了, 开始小心翼翼往我旁边挪动。 他先是轻轻将我的身体转到他的方向。 接着, 就像以往一样, 把我的手搭在他的腰上。 几乎是肌肤向处的瞬间, 我就察觉到了不同。 以往平坦的腹部有了明显的沟壑。 江辰。 我喊他。 被喊到名字的人猛地绷直了身体。 我慢悠悠睁开眼, 天天起那么早去练腹肌了。 江辰秉着呼吸, 依旧一动不动。 不说话就离婚。 我淡淡地说, 话音刚落, 本来在装死的人像是被触发了被动, 猛地一个翻身, 一只手捂住我了的嘴。 不可能, 这辈子都不能离, 不对, 下辈子也不离。 这反应, 这语气哪有半点脑子不好使的样子。 我拿开她的手, 歪着脑袋看她, 不装了。 江辰眼中闪过一丝错愕, 墨地瞪大了眼睛, 脸上挂着被戳穿的尴尬, 眼神飘忽不定。 我趴的一下将床头灯打开。 好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江辰低着头, 声音没了底气, 怕你不喜欢恢复之后的我。 这么说, 怪我了。 不过这个话题, 我一时之间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 于是转移话题, 录音笔是你拿走的。 江辰点了点头, 呼得又抬头, 眼神锐利。 老婆, 你放在床头, 不就是故意让我听的吗? 我挑眉, 不置可否。 我确实是故意放在内的, 为的就是想知道江辰听了以后的反应, 以及她会怎么处理江南。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她会不会主动向我解释 小时候承诺去江南这件事。 谁知道江辰静那么沉得住气, 一直装到我亲自揭穿她。 江辰寻着我的手, 放在她的手心, 她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以后没有人能伤害你。 没听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漠不作声。 江辰见我神情漠然, 突然慌了神, 几秒后, 像是想到了什么, 急忙解释, 我从来都没喜欢过她, 说要娶她是当时还小不懂事, 真的。 像是生怕我不信似的, 又急切地补了一句, 你相信我。 我将她的着急收进眼里, 没表态, 但但问道, 那你喜欢谁? 话音刚落, 江辰就迫不及待回答, 你, 喜欢你。 生怕回答慢了, 我会不相信她一般。 我又问, 因为我们结婚了, 所以才喜欢我。 江辰语速突然就慢了下来, 垂着头的模样, 莫名有些羞涩。 不, 很早就喜欢了。 江辰娓娓道来, 我们之前在酒会上见过, 那天, 你吐了我一身。 记忆慢慢复苏, 我好像想起来了那幕场景。 那天, 我是受一场画展的主办方邀请去的。 其他细节既不太清了, 我只记得那天我口渴得要命, 错把白酒当成了白开水, 灌进了嘴里, 然后一口喷了出来。 当时的确有个倒霉蛋被我波及到了。 但我无暇顾及, 因为那段时间, 因为作息和饮食不规律, 我嘴里长了口腔溃疡。 酒精触碰到伤口后一阵刺痛, 我连人都没看清, 就冲进了厕所漱口。 回来后想找人道歉, 却发现人不见了。 所以, 那个倒霉蛋就是江辰。 我坐直了身体, 仍是不解, 你别告诉我, 就因为我吐你一身, 你就喜欢上我了。 这也太变态了。 江辰飞快摇头。 后来, 我们还见过一次, 在餐厅。 我原本想以让你陪我件衣服的借口, 和你搭讪的, 结果你当时接了个电话, 急匆匆就走了, 路过我时还踩了我一脚。 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我当时应该道歉了吧。 江辰的声音透露着无奈, 你是道歉了, 但你一眼都没看我。 我哑口无言。 不过, 这就是你喜欢我的理由。 这算什么? 被吐了一身, 外加被踩了一脚, 还能喜欢上, 这人是有多喜欢受虐。 我正在心里暗自感慨着, 江辰陡然靠近, 眼底是捉摸不透的忧伸。 晚晚, 喜欢一个人没有那么多道理, 虽然我是因为那些巧合才注意到了你, 但我想, 即使没有这些乌龙事件, 即使换了一种见到的你的方式, 我也会喜欢上你。 突如其来的表白打得我错不及防。 我再也没了最初的镇定, 一时竟不知做何反应。 我暗自咽了口口水, 强迫自己忽略掉江辰炙热的目光, 拽了拽背脚, 那什么, 要不还是先睡觉吧? 有什么事明天说? 二十三, 要说在以前, 睡觉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奇异, 但现在, 听起来就十分地暧昧。 说完, 我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下一秒, 江辰栖身而上, 灼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脖梗, 引起一阵战力。 江辰又换回了从前的称呼, 老婆, 你确定不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选择睡觉。 最后两个字被他咬得很轻, 气氛一时更加疑你。 我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顶着他炽热的目光询问, 什么问题? 江辰似乎是对我的询问不满, 用牙齿轻碾我的耳垂。 你会喜欢现在的我吗? 我身体一抖, 战略性犹豫。 江辰嘴上用了些力, 有一种我不回答就不罢休的气势。 双方对峙了很久。 眼看我的身体和意志要不受自己的支配时, 我及时掐了一把大腿。 冷静下来后, 我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故弄玄虚地宁了宁眉。 眼看江辰的眼神慢慢变得委屈, 我才放弃了捉弄人的心思。 以后不准给我抢电视, 腹肌保持住, 不然就离婚。 江辰迟钝了一下, 呼地反应过来, 毛茸茸的脑袋蹭着我的脖梗, 闷笑道, 好。 生活恢复正常后, 江辰开始按部就班地去公司上班, 我计划着重操就业。 我试着接了一些约稿找手感, 顺便攒点资金。 这天, 我早早画完稿, 打开微博, 警号许宁重回娱乐圈, 警号许宁爸爸爆料, 两个热搜挂在最前头, 引起轩然大波。 在庞大的舆论面前, 说好的帮他控屏, 简直不切实际。 我物自叹了口气, 不自觉间点开了江辰的微信, 像是有心灵感应似的, 那边显示正在输入。 许宁的事我会解决, 不要太担心。 我突然就松了口气, 江家的产业涉及娱乐圈, 只要江辰肯出手, 舆论势必会减轻很多。 我在聊天矿里山山简简, 最后打了谢谢两字。 只是还没发出去, 江辰那边又发来了消息, 记得回去奖励我亲亲。 后面还跟了一个爱你的表情包。 说实话, 江辰脑袋好了后和之前并没有太大差别, 从来都是诚实地表达自己满腔的爱意。 直白又热烈, 嘴角默默上扬, 我删掉谢谢两个字, 回了一句, 想得美。 晚上的时候, 网上的舆论从许宁自私, 不笑, 滚出娱乐圈变成了美女姐姐食惨。 期间, 许宁给我打过电话, 听起来状态不是很差。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挂电话的时候, 许宁沉默了很久。 没等她道谢的话说出口, 我冲电话那边打去道, 我要看涅槃重生的戏码, 莫辜负。 许宁正了一下, 笑着表示没有问题。 江辰一直忙到很晚才回来, 刚一进门就拽着我要奖励, 正在客厅擦桌子的的无疑偷笑一声, 立马拾去地转战厨房。 虽然我嘴上说想得美, 但还是扯着人的衣领亲了一口。 谁料, 江辰却不满于此, 低头加深了这个吻。 直到我呼吸不顺, 她才一由未尽地松开。 江辰跟个大狗狗似的, 在我脖肩乱蹭, 养得我没忍住发颤。 她抹着我的耳朵, 语气低沉阴雅, 老婆, 要摸, 腹肌吗? 虽然是询问, 但江辰根本没等我回答, 边说边将我往屋里带。 我面上一热, 手没出息地圈上她越发尽瘦的腰。 第二天, 江辰没去上班, 而是一脸艳足地带我去了一个地方。 我望着空荡荡地大的离谱的店面, 这是江辰将我圈在怀里, 附在我耳边说, 送给你的。 以后你把画室开在这里, 离我公司很近, 我就可以和老婆一起上下班了。 江辰把她的这份心意说得太轻巧了, 就像那两颗糖一样, 只要是我要, 她就毫不犹豫地都给我。 不是施舍, 而是心甘情愿。 我在她怀里转了个圈, 下巴放在她的胸口, 抬头含笑看她。 江辰, 娶了我, 你好像很亏呀。 江辰簇着眉, 揉乱了我的头发。 这是我做过最有价值的事。 后来的某一天, 江辰非要缠着我给她画像, 但是她又没有当模特的自觉, 在那动来动去。 一次两次, 我都忍了。 到了她第N次乱动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发火了。 我咬着牙, 江辰, 再动性不信我给你扔出去。 江辰瞳孔骤然一缩, 有些惊恐地看着我, 但好歹是消停下来了。 我缓缓吐了口气, 按下心中怒火继续画。 可能是我先前语气太冲, 一直到画完, 江辰都没敢大喘气。 在我去卫生间 清洗手上的颜料时, 她磨磨蹭蹭地凑过来, 大手附在我的手背, 沾着洗手液, 轻轻揉搓着。 期间, 她偷看了我好几眼, 在我看过去的时候, 她又装作若无其事的低头。 一直到擦手, 江辰才小心翼翼地问, 老婆, 你家以前真是开武馆的呀。 你真的能一个能打好几个? 我掀起眼皮, 看了她一眼。 想必江辰听过录音笔的内容, 再加上我刚才吼她的气势, 别不是当真了。 我回头扫了她一眼, 一本正经道, 当然是真的。 怎么? 你害怕了? 怕我揍你。 江辰连忙摇头, 但手心里全是汗。 我勾着她的衣领, 迫使她低头, 凑近她的耳朵。 真不怕呀。 江辰继续摇头, 不怕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 都快劈刹了。 高了我半个头的男人, 此时一副小媳妇样。 老婆, 我很听话的, 言外之意不明而喻。 我憋着笑, 摸着人的脸颊, 乖。 很久很久之后, 江辰才从我爸妈口里 得知了真相。 他把我压在车里质问, 这就是你说的开过舞馆, 习过舞。 我一脸无辜, 对呀, 我家确实开过舞馆, 我也确实习过舞, 还是芭蕾舞。 小时候, 我妈心血来潮, 办了个舞蹈班, 但仅半年就倒闭了。 说起来, 我的舞蹈之路 长达半年之久呢。 江辰被气笑了, 呼地捏住我的下巴 附了上去。 直到我气喘吁吁, 他才舍得放开我。 我挤了几眼睛, 硬生生挤出几滴泪花, 故作柔弱道, 果然, 知道真相就不怕我了是不是。 江辰立刻慌了神, 手足无措地将我拉进怀里, 我哪敢呢? 祖宗。 我扑呲一笑。 江辰啊, 笨死了。 回家的路上, 江辰像是想起什么事的突然问, 老婆, 为什么你那天会随身携带录音笔啊? 我偏头, 眨眼一笑, 没办法呀, 因为你老婆我心眼子贼多。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